这个母亲好不容易大方一次 要给二女儿再盛一碗饭 没想到三女儿也把碗伸了过来 二女儿立马懂事的收回碗 说自己吃饱了 此刻还不懂事的老三 一边吃着饭 一边说自己过段时间就要去上学了 还央着妈妈买石板和粉笔 此刻的她还不知道什么是贫穷 几天后 一个陌生男人来到她家 说过两天来接她 但男人走后 父亲叫女儿阿信进屋 要单独和她谈谈 阿信还没进来 妻子先爬到炕上 求丈夫不要让阿信出去做工 他才七岁呀 干不动的 但作为一家之主的左兆说道 去做工还能吃饱饭 不出去换不到粮食 咱守在一起 饿死吗 就在两人争吵时 阿信进来了 父亲把他叫上来 让他去城里的木材铺 给人看孩子 说那里才能吃饱饭 阿信一口回绝 他要和家人待在一起 要上学 左兆怎么劝都无济于事 正要发火 妻子阿藤拦住他 说自己来劝 左兆气呼呼的出去了 抱着哭泣的阿信 做母亲的阿藤 一下就心软了 我会让你上学的 一旁的奶奶也无限自责 自己只长了张嘴 却干不了活 这天晚上 妻子跪到地上求丈夫 别让阿信去了 总归会有办法的 左兆已经想不到任何办法 地里没收成 钱也借变了 现在你又怀了孩子 马上又会多张嘴 阿藤嘴上说着天无绝人之路 第二天就坐进冰冷的河水里 要把孩子拿掉 这一幕刚好被阿信看到 他大叫着妈妈 阿藤一边让他别喊了 一边忍着刺骨的河水 阿信见状 转身到村里叫人 两个村民将阿藤从河里拉了出来 此时的阿信 对于贫穷终于有了见识 这是一种毁灭人伦的力量 同时也是一种 催促他成长的力量 夜里他告诉母亲 对于母亲的吃惊和劝阻 阿信笑着说 去了我还能吃饱饭 随即转头告诉父亲 明天就给中间人回话吧 母亲流着泪劝他 不要去 你不懂 做工可苦得很呀 长大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 此刻的阿信 已经从需要母亲安慰 转而开始安慰母亲 说不用担心 姐姐们都能去 我在家也干了好多活 去那就看孩子 我能应付 阿藤再也听不下去 转过头哭了起来 没过两天 中间人扛着一草带米来了 当听到对方说 这就是他第一年的工钱时 阿信知道自己要走了 一股伤心涌上心头 当中间人走后 他在草带上戳了个洞 看着米流出来 至少家里人能过冬了 他决心明天笑着离开 这天晚上 为了给阿信送心 阿藤没有再做萝卜饭 而是做了白米饭 丈夫在一旁唠叨他不会过日子 把白米换成豆子 还能多吃几顿 阿藤反驳 这是阿信的工钱 就该让他吃 两人又吵了起来 阿信叫住父亲 这顿饭吃得无味杂陈 夜里母亲把自己当年的嫁衣改了改 让阿信这次出门传 他告诉阿信 从今以后再也没人能帮你了 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实在干不下去就回来 阿信扑到母亲怀里 这是他最后一次 能在母亲的庇护下哭泣了 另一边的奶奶 眼角的泪水 不停地流出来 第二天 木材铺来人了 走前那一刻 奶奶给了阿信五脚钱 这本是他一直存着应急的 阿信不愿要 出了门 来的伙计说 要做木筏下去 最好披个缩衣 以防衣服被打湿 阿藤说什么都不愿意 孩子小 木筏太危险 必须坐船 身后的丈夫让他别叨叨了 本身应该我们花钱送过去的 这人家都来接了 你还啰嗦个啥 奶奶此时拿出了缩衣和斗笠 阿信拒绝了 说自己拿走了 妈妈就没得用了 随即转身就走了 本以为自己长大了 可以忍住离家的伤痛 但当法子开动时 阿藤满眼轻泪地看着他 阿信不舍得一声声地 大叫着妈妈 紧接着父亲也冲下山坡 喊着对不起 阿信的情绪再一次失控 他没得像昨天设想的那样 笑着离开 因为他根本没有长大 长大也不是一瞬间的事 而是要走很长的路 经历很多的事 见识贫穷变得懂事 让我们误以为他长大了 但那只是这条漫长道路的第一步 今天的离别是他的第二步 对于处在贫穷中的人来说 真每一步都没得选 还被人催促着向前 我们不知道 到底要走到第几步 才有自主抬脚的权利 但去经历更多的是 卖更多的步子 无疑是突破年龄 快速成长的唯一途径 阿信的成长 此刻也进入了快车道 第一天到铺子 忍着晕船 阿信在管家的带领下 去见了东家 得知阿信只有七岁 并不是中间人说的九岁 夫人想将他退回去 阿信就对方留下自己 自己什么都能干 退回去 父母就为难了 东家心软 决定收下他 管家转身严厉的对阿信说 那你要留在这 就要像九岁的孩子一样干活 阿信点点头 临走前 东家问他吃饭没有 还没等他回答 管家就替他拒绝道 郑晕船呢 就别吃饭了 饿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阿信就被管家叫起来 他的一天 从打水开始 进到后厨 没想到这么大的铺子 也是萝卜饭 但对于饿了一晚的阿信来说 既是萝卜饭 他也已经挪不开脚了 终于等到开饭了点了 女孩放好饭桶 正准备和其他伙计一块吃饭时 管家发话了 让他赶紧去扫地 真扫地呢 管家又来了 嫌他没打扫干净 紧接着是擦地 管家就站在一旁 叨叨他妈不没拧干 就在这时 孩子醒了 管家责怪阿信磨磨蹭蹭 耽误带孩子 让他快点擦完去吃饭 听到吃饭俩子 阿信终于高兴了 可打开饭桶 里面就剩个底子 他说咋没饭了 管家起身看了一眼 说这还不够吗 小孩子家还想吃多少 阿信把底子扒了个干净 才刚开吃 夫人就过来 他要上柜台了 需要阿信照顾孩子 阿信快速地把饭往嘴里塞 管家在后面 指责他干活不努力 耽误夫人时间 接下来的一上午 阿信都背着孩子 因为他一坐下 孩子就哭 在门口看着其他小朋友去上学 阿信十分羡慕 接他来的伙计顶次看出他的心思 劝他说道 上学有啥意思 他上了一年就来帮工 现在会放木牌 还会看木头 他劝阿信忍一忍 管家阿常可是很严厉的 中午到了孩子吃奶的时间 阿信好不容易能休息一阵 结果又被阿常喝去洗尿布 还不允许在井边洗 要去河边 阿信手刚放进去 就体会到了这河水的刺骨 但这一切他都只能忍着 累了一天到晚上 他还是只能吃剩饭 吃完饭 又马不停蹄的去给大家烧洗澡水 这一切忙完 他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管家让他也去洗洗睡吧 阿信说自己不洗了 管家大声喝道 不是让你洗澡 是让你洗浴池 原来谁最后洗 谁就要洗浴池 阿信自然被留在最后 干完这一切 回到自己的小屋 阿信倒头就睡了 嘴里还叫着妈妈 在接下来的日子 阿信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生活 终于有一天 看着别的小朋友去上学 他忍不住跟了上去 站在教室外面 认真地听着老师讲课 老师也发现了他 一眼便看出了他眼中的求知欲 下课老师问他是哪家的孩子 阿信实话实说 自己是木材部的小女佣 此时背上的孩子哭了起来 阿信突然意识到 喂奶的时间过了 匆匆忙忙地往回跑 刚把孩子放下 阿长就给了他一巴掌 顶次想护着阿信 结果被拉开又是一巴掌 顶次再次站到前面 阿长推开他 阿信说道 是我不对 愿意受罚 让顶次不要再管自己 阿长这两巴掌 让阿信长了记性 再没去学堂 可没过几天 老师竟然找来了 对东家说 希望能让阿信去上学 他看出了阿信的求知欲 夫人嫌得不愿意 老师退一步 说可以背着孩子上学 小学是义务教育 也不用交钱 东家向老师很执着 同意了阿信上学 听到这个消息 阿信兴奋不已 另外给顶次分享自己的喜悦 说东家真是个好人 还大喊妈妈 自己终于可以上学了 到了晚上不出所料的 因为这件事 他又被阿长挑离 说如果他去上学 就只能算半个佣人 家里就没他的午饭 这么说还是要去 嘿 这让阿长也吃了一惊 第二天来到学堂 虽然受到老师的特别关爱 但却免不了被其他同学嘲笑 对于这些 阿信都能忍 他的学习也进步飞速 老师每天给他带两个芋头 当做午饭 并勉励他 千万不要因为这口饭退缩呀 这天上学 孩子哭个不停 一个叫星泰的同学嫌他烦死了 老师教育星泰 阿信不容易 你们是同学 应该相互体谅 因为这件事 阿信放学后 被星泰拦住 说都是因为他 自己才被老师教育 其他同学也嫉妒老师只偏心阿信 让他再也不要去学校 阿信当然不愿意 借着星泰拿着棍子抽他 阿信依然要去上学 可星泰要打背上的孩子 阿信立马跪了下来 求他不要打小五 星泰说道 那你就别来学校了 来一次 我打他一次 这抓住了阿信的软肋 回到家 他告诉夫人 自己再不去上学了 对于身上的伤 他谎称是自己摔的 听到阿信不上学了 阿常立马高兴了 说这样才对 女孩子上什么学 跟着我学点女佣的本事 到哪都有用 随即就给阿信拿饼吃 可阿信怎么吃得下去 回到自己的小屋 看着课本 眼里不自觉的就流了出来 上学路就此打住 没过几天 老师跑来问阿信 为啥不去了 阿信撒了个谎 说念书太累了 自己受不了那个苦 他感谢老师 对自己的一片好心 但自己真的不能再去了 一晃到了盛夏 阿信来了也半年了 顶次又要去山上放木牌 他问阿信 有没有什么话带给家里 阿信凭着在学要学的字 借着月光 给妈妈写了封信 顶次把心送到时 母亲兴奋不已 但转头再反应过来 家里没人识字 顶次靠着自己那一年级的水平 磕磕巴巴的 把心读了一遍 阿信在信里说道 自己一切都好 吃得饱还上了学 不要挂念 希望妈妈生个好宝宝 阿藤拿过信 眼泪不住的流出来 对病情严重的奶奶说 阿信算是遇到好东家了 知道真相的顶次一言不发 回到城里 他问阿信为啥撒谎 阿信说 实话实说 只能让他们惦记 说两句好的 他们也开心 他转头问奶奶怎么样了 顶次也撒了谎 说奶奶病好了 都能干活了 谎言果真能让人开心 可知道真相的顶次很难熬 他对阿信说 我现在只是个没工资的学徒 但等我学成了 一定帮帮你 原谅我吧 阿信回到 哪儿的话 我从出来 妈妈就说 凡事都要靠自己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阿信几次路过小卖部 看着别的小朋友在买东西 阿信拿着奶奶给的五毛钱 看了又看 终是舍不得花 很快冬天来了 阿信念叨着 人过这个冬天 自己就能回家了 可此时 阿长钱包落在厨房 丢了五毛钱 当时只有阿信在 他向夫人抱怨 肯定是阿信拿走的 等到阿信过来 不问青红皂白 阿长就认定是他拿的 你说 是我偷了钱是吗 除了你 谁还能干这样的事 阿信说 不是自己干的 管家根本不听 一边骂他狼心狗肺 一边将他扯起来 让他把衣服脱了 要把这五毛钱搜出来 虽然夫人在后面说算了 管家阿长却一点 没有罢休的意思 为了自证清白 阿信将衣服脱了 看到脖子上挂的幸运服 阿长让他摘下来 从这小兜兜里 真的倒出了五毛钱 阿长更来劲了 阿信着急的说 这是自己出门时 奶奶给的 阿长根本不信 说着就把钱 装进自己包里 被推倒之后 阿信依然说着自己没偷钱 阿长以坐牢威胁他 随即把尿布扔他头上 让他去洗 来到河边又下起了血 阿信忍着刺骨的河水 委屈的泪水 却再也忍不住了 等洗完回到家 又被阿长挑刺没洗干净 说偷钱倒是有本事 干活却一点不认真 这话让阿信燃起了怒火 再一次来到河边 阿信忍不了了 他不干了 沿着河一路向上 就能回家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风雪渐渐变大 河也消失不见 饥饿加疲惫 阿信倒在雪地里 他仿佛看见父母 还有奶奶出来迎接他 但等到醒来时 却在一个陌生人的怀里 原来阿信被冻僵了 男人用自己的体温 救回了他一命 另一边的铺子里 因为阿信的失踪 也在四处寻找 东家责怪阿常做得过分 阿常理直气壮地说 偷钱是他不能忍的 东家问他怎么一回事 夫人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东家突然记起来 那钱是他拿的 那天没零钱 顺手拿了 一忙忘了说了 虽然知道是自己错怪了阿信 阿常并没有内疚 在东家说 一定要把阿信找回来时 阿常说道 他不敢不回来 咱可是给了他家一袋米 一年工没做完就跑了 会有啥后果 他清楚 此时的阿常 不但用这袋米亲见了阿信 也亲见了自己 另一边的阿信 在山里待了几天 就他的大哥俊作带了一个老头 说要送他下山 阿信实话实说 自己是从东家跑出来的 回家还会被送回去 俊作答应他留在这 可老头却很着急 拉出俊作说 你自己都躲躲藏藏 别发什么善心了 俊作并没有听劝 在阿信身上 他看到了逃跑的自己 他们都对原来的生活充满失望 同时天涯沦落人 相风相惜相依偎 在山上这段时间 越深入地了解阿信 俊作越感觉他可怜 带着他打猎 教他识字 阿信也帮着做饭 洗衣 在这儿的生活 让他无比快乐 一天天过去 东家那边叫来中间人 阿长把责任全推给阿信 让中间人把米拿回来 再找个好点的孩子来 最后把那五毛钱 也让中间人带回去 夫人让中间人烧话 使我们错怪了他 请他原谅 还没说完 阿长抢过话说 没必要说这些 当用人 怎么能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呢 中间人来到阿信家 立马就质问阿藤 阿信是不是逃回来了 阿藤说 他没回来 中间人说他撒谎 阿信二十多天前就回来了 紧接着几个人就从库房 抢走了今年过冬的大米 阿藤求着左造快去找找 左造说 都二十天了 这上哪找啊 家里还有三个小的不管了吗 阿藤趴在地上痛哭不已 在这之后 他时不时的就会梦见阿信 然后惊醒 他很后悔送阿信去做工 另一边的阿信靠着郡座的教学 已经可以看书了 正当他磕磕磕念着的时候 郡座回来了 一板拿过书 这文书是不能看的 但看着阿信如此喜欢读书 郡座给他念了一遍 这里面是与谢也金子写的反战诗 你千万不要死去 郡座越念越激动 念完之后 他告诉阿信 这首诗是诗人写给他弟弟的 他期盼弟弟回来 告诉弟弟 也告诉诗人 父母绝不是为了让他没有意义的死去 才养育他的 他要阿信牢牢记住 千万不要支持打仗 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阿信四动非动的点点头 郡座把书送给了他 在郡座这里 阿信听到了很多他没听过的道理 虽然都不是很懂 但从直言片语中 他感觉郡座在战乱中杀了很多人 心里很痛苦 血开着渐渐化了 郡座和老头也无法继续待在这里 和阿信自然也到了离别的时刻 郡座将自己的口型送给了阿信 然后带他下山 可很不巧 刚好碰到几个抓逃兵的 郡座没能糊弄过去 和宪兵发生冲突 他抱着阿信要跑 起来的宪兵连开两枪 郡座最后告诉阿信 自己解脱了 同时嘱咐他 要无怨无悔的过日子 阿信还没来得及告别 就被带到了宪兵队 让他带着上山找军座的同伙 阿信说自己不知道路 宪兵上来就是一巴掌 阿信临危不乱的告诉对方 自己去年冬天被带上山 就再没下来 所以不认识路 就在这时长官来了 看他还是个孩子 就放他回家了 出门打工的女孩回到家 哥哥吓得说不出话 父亲抓着他就打 幸好被一旁的母亲拉住了 父亲依然没消气 恶狠狠地质问他怎么现在才回来 因为他家里遭了老大的饥荒 随后一把将他嗓倒在地 母亲心疼阿信要带他进屋 父亲大喊不准进屋 连做工的苦都受不了 还敢逃跑 这不是我的女儿 他让阿信滚 年仅八岁的阿信 抱着简单的行李 伤心地准备离开 母亲叫住他 阿信说是自己的错 不该逃跑的 母亲从后面拉住他 说这就是你的家呀 你还能去哪 母亲把阿信先安排在了库房 夜里父亲悄悄地跑过来 给阿信盖上被子 他并不是不爱这个女儿 只是生活的担子太重 他所见识的生活 又又于村庄 街镇这狭小的范围内 这里的每一家 每个人 无不是拼尽全力 才能勉强活着 所以作为一家支主 他对任何成员的稍微放纵 都会给这个家带来一场危机 所以他不敢呀 第二天 他从地里匆匆地跑回来 质问阿信 是不是和逃兵在一起 大骂他不知好歹 阿信说道 逃兵哪不好 大哥哥是个好人 是个有思想的人 左遭更气了 抓住阿信就打 一把将他甩了出去 阿信撞晕了过去 即使如此 左遭也没有消气 因为阿信和逃兵在一起 他被村民们指指点点 丢尽了脸面 阿腾心疼女儿 和左遭吵了一架 阿信稍微好了一点 就开始干家务 几个小孩站在山坡上 对着阿信扔血球 说他该和逃兵一块被打死 外人不理解也就罢了 哥哥回来 也对阿信没有好脸 说是因为他 家里人都遭白眼 阿信挡在哥哥面前 说骏座就算是逃兵 但也杀过敌 受过伤 哥哥说 那他还是逃跑了 是胆小鬼 阿信大喊着不是胆小鬼 和哥哥推丧起来 弱小的他 在思想和行动上 都没获得胜利 他躲到库房 吹着骏座留给他的口琴 突然门被打开 是在山上时认识的爷爷 两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阿信问他 大哥哥真的是坏人吗 爷爷告诉他 曾经骏座也以当兵为荣 可以常常战斗下来 不管几方还是敌方 昨天还鲜活的生命 今天就不见了 在每个人背后 都有一个家庭 都有父母子女 他突然开始痛恨战争 于是便逃了回来 老人让阿信相信 他的大哥哥绝不是胆小鬼 而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 这让阿信摇摆的内心 终于踏实了 人不在于选择 什么样的理想而奋斗 而在于这个理想 是你通过成熟的思考之后 定下的 并且不会后悔 对于年幼的阿信 他在通过这一件件的事 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 带到成熟的一刻 相信他也能选择一个 自己无怨无悔的人生 东去春来 大女儿阿春回来了 他的佣人生涯结束了 在佐造的安排下 接下来就要去纺制厂当女工了 纺制厂自然不好干 一天12个小时 母亲和奶奶 让阿春不要管家里 干不了就回来 佐造立马说道 怎么能不管家里 去年收成不好就戒了迷 今年收成再不好 光还账都不够 阿春懂事的说 没事的 自己身体好着呢 累不到 夜里阿春来看阿信 聊着聊着 阿信又是写字 又是背诗 说这都是俊作哥哥教的 阿春既羡慕又清洗 他拿出仅有的钱 让阿信买石板和粉笔 阿信推辞不要 阿春硬是塞给了他 说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都保重自己 阿春节走后 阿信买了石板和粉笔 一边看孩子 一边写字 时不时就忘了做饭的时间 奶奶替他打圆场 说自己忘了提醒阿信 哥哥直接回了一句 真是两个没用的饭桶 阿信并不在意这些话语 但奶奶听进去了 这天阿信正在写字 刚好被父亲看到 由于收成不好 左遭是一点就着 看着阿信的石板 质问他谁买的 家里连饭都吃不饱 还买这个 随即就要砸掉 幸好阿藤拦住了 左遭走后 阿藤劝阿信 你也别怨你爸 收成不好 他心里着急 看着阿信写的字 阿藤抱歉 没能让他上学 阿信说 没关系的 自己知道怎么学习 他也很关心今年的收成 可母亲只说 让他别担心 阿信怎会不担心 暂时把学习放在一边 去地里照顾庄稼 突然有一天 父亲开了个家庭会议 他要报名移民巴西 父亲已经走了一批八百人的队伍 那里没有漫长的冬天 还分地 不用做电农 不像在这儿 累死累活 没有一年能吃饱的 妻子还在犹豫 毕竟远隔万里 万一有个差池 但左遭说 他已经报名 过两天 把阿春阿满也叫回来 一起走 妻子担心路远奶奶受不了 左遭早有想法 要留下母亲 这一段剧情真是揭露了人性的不堪 因为吃不饱饭 这个男人就决定 撂下生病的母亲 带着一家人去巴西讨生活 妻子坚决反对 在当时 赡养父母是长子的责任 男人开始抱怨 自己随着长子 可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这让一旁的母亲 更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第二天趁着一家人不在 老人做了个决定 孙女阿信看到奶奶的衣服 感觉大事不好 一路叫着奶奶 最后村民告诉她 奶奶去河边了 阿信跑到河边 奶奶已经快走到悬崖边上了 看见孙女 她大喊着别过来 阿信顾不了那么多 一口气爬了上去 一把抱住奶奶 一个娇花 两人蹲在了石头上 奶奶自责 不管去谁家都是拖累 不如死了算了 阿信扑到奶奶怀里 说自己不走了 就在奶奶身边 长大一定挣钱 让奶奶过好日子 此时的奶奶 已经没有勇气 在孙女面前跳下去 回到家 而且阿腾决定不去巴西 留下来陪婆婆 左遭心里十分不痛快 一掌扇在妻子身上 不过这件事之后 家里再也没人说去巴西的事了 阿信也从中深深的体会到 不管是亲情的淡薄 还是生活的困苦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穷 她对金钱开始有了向往 但她还太小 没有挣钱的能力 家里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 只能阿腾来解决了 懵懂的阿信 亲眼看着还在墙堡中的妹妹被送人 她冲过去抢 母亲拦住她 实在没有办法了 送出去还能过个像样的日子 阿腾哭着说着 阿信默默的看着 第二天 阿腾也出去做工了 阿信送了一程 她并不知道 母亲为这个家牺牲了多少 没过多久 村里的阿猎嫂 给阿信介绍了一个带孩子的活 两年五代大米 就是离家远 阿信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并发誓 这次一定干完 临走前 阿信嘱咐爸爸 一定要照顾好奶奶 她还有一个愿望 走前去看看妈妈 没想到不论爸爸还是奶奶 都不让她去 可阿信真的很想去 第二天一个人收拾了行李 就去妈妈待的银山 这一走就是两天 累了喝河水 饿了在别人家换芋头 终于在第二天晚上 到了银山的温泉旅馆 听名来意 老板娘叫阿信 先安排在后面 然后叫出正在工作的阿腾 说她女儿找她来了 阿腾以为开玩笑呢 在确定老板娘没有开玩笑后 阿腾跌跌撞撞的跑了出去 见到阿信 就给了她一巴掌 这么远 怎么能一个人来呢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阿信看到了妈妈的心意 闻到了妈妈身上的香味 但她不知道这是妈妈最不想要的 老板娘也是通情理的人 哪个女人不到万不得已 会来做陪客 她让阿腾好好陪陪孩子 还吩咐后厨 做了一顿好的 阿信边吃边问妈妈 在这做什么 阿腾告诉阿信 自己绝不会做对不起你爸爸 对不起奶奶的事 你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这一晚阿信睡得很香 第二天一早 她就从这里去酒店做工 临出门看见小木偶 她觉得和母亲很像 阿腾看着阿信是万般的不舍 问了老板娘 说把这个木偶让孩子带上 留个纪念 这个木偶将成阿信一辈子的陪伴 一路坐牛车又坐船 终于来到九天 她要做工的地方 便是这家气派的嘉赫米店 阿信直接进去 说自己是来带孩子的 可管事却说这里没请佣人 就在这时 嘉赫屋的老太太回来 一眼便看见了阿信 管事也刚好一问 家里是不是请了佣人带孩子 老太太说 没有呀 阿信说就是这里 此时家里的阿信也过来了 老太太立马问她 是不是背着自己请佣人了 一时间气氛尴尬起来 儿子赶紧上来打圆场 要找佣人 肯定会先问您的 一旁的阿信实在不想失去这个工作 着急的说 真的是这里招的我 老太太转身走了 到屋里就问阿信 自己还看不了孩子吗 当年我一个人 拉扯五个都过来了 这一句 让阿信美濃无力反驳 只能出去告诉阿信 这件事就算了 随即给阿信补偿了点钱 希望他明天回去 阿信当然不愿走 他直言自己是为了这五代米 随即就跪下说 自己一定会好好干的 求对方留下自己 又把家里的困境说了一遍 这一切都被后面的老太太听到 但老太太还是表示 家里不用再请佣人 随即把美濃叫进屋里 此刻他又让把阿信留下来 美濃一脸懵 老太太说 这丫头为了奶奶 为了弟弟妹妹才出来的 也是可怜 我这一来一回 是为了让她以为是你留的她 以后给你带孩子 肯定上心呀 美濃立马出去告诉阿信 留下她了 阿信果真是万分感谢美濃夫人 随后她见了这家的大大小小 除了老太太 少冬家 少夫人 还有和阿信同龄的家带小姐 以及阿信要照顾的小叶小姐 家里用人除了阿信 还有两个姐姐 阿信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这是农家女孩 第一次到真正的大户人家做用人 看着自己能睡这么好的房间 她竟然觉得浪费了 又看见屋里还配了煤油灯 她问先来的姐姐 这是咱能用的吗 阿巨姐姐告诉她 这算啥 九天很快就能点上电灯了 电灯 阿信连听都没听过 阿巨又给阿信抱了一床被子 阿信难以置信 当个用人 给这么好的被子 此日夫人跑过来 把小姐淘下来的几件衣服 要送给阿信穿 这简直刷新阿信的认知 说自己穿着太可惜了 但夫人硬是给她穿上 这可是阿信第一次穿不打补丁的衣服 她高兴坏了 第二天她早早起来跑去烧饭 但看见这么多灶头 她又懵了 以前的雇主也就一个灶 正不知如何下手时 另一个姐姐阿梅来了 说就用两个灶 大灶烧我们吃的麦米饭 小灶烧东家吃的白米饭 竟然不用吃萝卜饭 又让阿信吃了一惊 紧接着 阿梅说不用阿信烧饭 她就是看孩子 阿信注意着说 自己之前做工可是啥都干 这只看孩子 对不起东家的五代米啊 这天早上是阿信烧的饭 在阿局和阿梅切菜时 阿信又提上了水 还要洗衣服 两个姐姐也是好人 说工作都有分工 不用啥都她干 可阿信就是闲不住 夫人来时 她抢着要了洗尿布的活 可等到她在河边洗完后 阿局责怪她 河水怎么能洗干净呢 还要用井水重新洗 接下来 家带小姐上学要阿梅一路陪护 吃饭时 桶里也再不仅仅是个底子 这一切都给阿信带来精神暴击 这是她第一次见识 真正的富裕生活 没有之前阿长的吹毛秋辞 苛则严酷 大家各司其职相互尊重 同时那些在她以往生活中 出不可及的理想之物 在这里也只道是平常 此时的阿信 从极度贫穷 一眼望见了极度富裕 这种见识 与积极者是不断向上 渴求改变命运的动力 与消极者则是愈发沉沦 不断破关破摔的借口 至于阿信 至少现在 她是积极的 充满好奇的 她站在仓房门口 疑惑这么大的房子是干什么的 邵东家没有回答问题 老太太则告诉阿信 这是储米的仓库 然后又给她讲米的来处 去处 邵东家说 给小孩讲这些 她懂个啥 可老太太不这样认为 正是充满疑惑的年纪 不管懂不懂都该回答 这边带完孩子 阿信又去洗衣服 夫人让她歇歇 说她和家带同岁 也多玩玩 阿信懂事的说 我不能和家带小姐比 我从小就干活 不觉得累 就在这时 家带小姐回来了 给夫人撒娇 自己饿了 夫人立马带着她去吃点心 下午时 家带小姐在学情 阿信听着声音过去 家带直接把门关上了 这两件事 阿信心里还是有触动的 不过很幸运 她还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第二天一早 阿信早早的起来烧饭 刚好老太太也来了 问她谁让你做饭的 阿信怕连累他人 说姐姐们还有夫人 都不让我做 但我喜欢烧饭 是我自己烧的 老太太站在这 彻彻底底的了解了 阿信的过去 直到她很早就出来做工 在上一家干了不少活 转头老太太就用阿信的事 来教育小孙女家带 家带因为受委屈 不想上学 还闹着不吃饭 父母一下就妥协了 老太太则说 不吃就把碗收了 看看人家阿信 饿着肚子长大 不照样干活 这点委屈受不了 将来你能有啥出息 少东家说 他俩不一样 老太太说 有啥不一样 就是你们太溺爱 家带才成这样 这么一说 家带反而又要吃饭了 还告诉妈妈 以后自己一个人去上学 他自然是不愿 被阿信比下去 不过他对阿信 也是不喜欢的 此时阿信犯了一个错 好奇的他 无意间闯进了家带的房间 拿起一本书证 看得入迷 夫人叫他 阿信实在舍不得放下 就想看完再还回来 夫人带他很不错 叫他是给他点心吃 吃饭阿信躲在院子看书 还没看完 家带回来了 一眼就发现 自己的书不见了 家带第一感觉 就是阿信拿的 跑到院子里抓个正招 阿信说自己只是想看看 但家带把他定性为偷 其他人也过来了 阿信因为没有提前打招呼 就拿了 百口莫辩 这事闹到老太太那儿 少通家和夫人让辞了阿信 免得以后发生更大的事 老太太叫来阿信 问他是不是真的想偷那本书 阿信说 自己实在太想看书了 又没来得及说 是我错了 家带说道 你都不识字 看什么书 不就是看着书柜想偷吗 阿信说道 自己会读书 老太太让阿信读读看 阿信还真的读了起来 还没读完 老太太就原谅他了 念得这么好 看来只是想看看 他嘱咐阿信 有些人看待佣人 总是戴着有色眼睛 所以以后千万小心 不要做让人误会的事 趁着这个机会 老太太又教育了家带一把 说你反正也不看书 不如借给阿信看 家带自然不愿借 回到屋里就开始读书 这个风波刚过去没多久 少通家一次出差回来 窒息了阿信的过去 做工中途逃跑 和逃兵在一起 他告诉母亲 阿信留不得 老太太是真喜欢阿信 认为都过去了 再说就九岁的孩子 咱自己还看不清 他是什么人吗 那岂不白活了 这边老太太压下此事 阿信又出事了 他正吹口琴 家带来了 想吹吹 吹完就不想还了 要买 阿信不愿意 两个人拉扯起来 还一下让对方撞晕过去 等到醒来 大小姐就告了阿信的撞 少通家怒不可遏 叫来阿信就是一巴掌 在少通家将他送到橘子的时候 开明的老太太认为有引擎 问阿信为啥推倒家带小姐 阿信只是道歉 少通家阴阳怪奇他和逃兵在一起的事 阿信终于忍不住了 说家带小姐要我的口亲 但那口亲是郡座哥哥给我的遗物 郡座虽是逃兵 但并不是胆小鬼 他痛恨战争才逃跑的 我也痛恨战争 郡座哥哥救了我 所以他的遗物 我不会给任何人 就推了家带小姐 老太太听着 更觉得阿信是个有思想 懂感恩的人 就在这时 医生已经看完家带的伤 表示并无大碍 兵一兵就能消肿了 少通家对阿信的处置也随之出来 他被辞退了 阿信一个人默默收拾着那几样简单的行李 老太太过来和他道别 这没办法了 本来我是想留你的 可发生这样的事 你留下来 我那儿子儿媳肯定不会给你好脸色 到时你也难做 阿信一言不发 他再抽上这次回去 可能就再没地方要他做工了 老太太看出他的难处 表示可以再给他找个通家 阿信真是感激不已 这件事老太太说给了儿子 少通家不同意 咱是做生意的 就讲个名声 把阿信那种孩子介绍给别人 出事了 咱照样脱不了干系 老太太心意已决 让儿子别管了 另一边的阿信 想在临走前给家带赔不是 但知道家带不愿见自己 就用卢尾做了两个猫头鹰 让艾美姐姐送过去 算是道歉了 看着猫头鹰 家带才知道阿信被解雇了 他心里又感觉过意不去 冲到客厅给奶奶说 要留下阿信 说摔伤是因为自己太无礼了 以为只要用钱 啥都买得到 可阿信却怎么也不卖那只口琴 是阿信教育了我 看着孙女又懂事了 老太太真是高兴不已 有了家带的原谅 虽然少东家和夫人还有不乐意 但老太太拍板 留下阿信 有阿信在 至少家带能明白些道理 第二天看到家带小姐去上学 阿信追上去帮她把领子整好 问她受伤的地方还疼吗 下回打架的时候 我就不会输了 这是阿信第一次看到家带小姐的笑脸 这种温暖 让阿信决心 要好好服务东家上上下下 家带也再没有把她当外人 有好吃的会和她分享 也会教她新学的知识 懵懂的家带 希望奶奶让阿信也去上学 这个事情 老太太一口拒绝 她告诉孙女 这世界上有像你这样一时无忧的孩子 但更多的是像阿信这样吃不饱饭的 我们不能通过改变现实世界的规则 来暂时改变阿信的命运 这对她并不一定是好的 老太太虽然没有同意让阿信去上学 但她开始每天晚上等到阿信干完活 把她教到自己屋 从研磨 坐姿 拿笔等等开始 系统的叫阿信读书写字 几天后 不爱写字的家带也跑来了 要和阿信一块写 少东家找到母亲 认为不该让阿信和家带在一起 一个小姐 一个佣人 应该有所区别 她还怕阿信带坏家带 老太太哈哈大笑 说你们没看到家带的进步吗 以前只知道考虑自己 现在知道这世界上 还有其他人 这都是阿信带给她的 在老太太的力压下 少东家也不好多说 家带和阿信每晚继续跟着老太太学习 从写字到打算盘 商人的那一套 老太太都交给他们 两个人学着学着 还比了起来 这种氛围维持了没几天 少夫人一次给小孩喂奶的奸细 警告阿信 不要因为得到老太太的喜欢 就得以忘形 当佣人就要有当佣人的规矩 别想着和家带平起平坐 阿菊姐姐也告诉阿信 做佣人要有做佣人的本分 千万别得罪夫人 这些话让阿信陷入两难 她只能向老太太表明 自己不想学了 老太太一猜就知道缘由 这次她没有替阿信出头 有些困难必须要自己克服 她告诉阿信 你是经历过贫穷的 这才遇到多大点挫折 你就要放弃 将来怎么出人头计 你要自强呀 一年前 阿信因为同学的威吓而退学 今天又遇到相似的问题 但幸运的是 今天有人给她指路 有人鼓励她要自强 不要放弃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都会遇到一些改变命运的机会 可惜的是 很多人都如阿信第一次一样 轻易的就放弃了 更可惜的是 很多人不如阿信幸运 再也没有遇到第二次机会 最后只能在某个尴尬的年龄 回望过去时 嘴里不无后悔的念叨着 要是当时咱勇敢一点 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阿信此时勇敢的 忍受着夫人的冷眼 坚持学习 终于有一天 她等来了夫人对她态度的改观 电线杆突然砸向夫家小姐 小女佣一个剑步 将其扑倒 护在身下 目睹这一切的少夫人 以为女儿出事了 先吓晕过去 弄回家后 少东家认为 肯定是小女佣挑的头 看见她就是一顿骂 老太太给二戏灌了一杯水 二戏终于醒了 小姐一头扎进母亲怀里 也吓得够呛 老太太赶紧问阿信受伤没有 阿信笑着说 自己没事 少东家在后面又来气了 说都是你们胡闹 但看见整个过程的少夫人 立马跪在那感谢阿信 说多亏了她 家带才捡回一条命 一直对阿信 冷眼相待的少夫人 算是接纳了她 她还希望阿信 今后多帮忙家带 阿信靠着自己的忍耐和真心 终于换来了 东家上上下下的喜欢 不久九天通上了店 阿信的生活 仿佛也一下变得光亮起来 很快到了新年 夫人给她买了 和家带一样的新衣服 阿信愣在原地 从小吃惯了苦 突然有人给她喂了一勺糖 这一刻她是不知所措的 因为苦难的印记 已经烙在她心里 当幸福来临时 她下意识地认为 这不该属于自己 这个年 她过得像做梦一样 在一种活迹中 坐在了最前面 托盘里都是好吃的 这让她不忧地想起家里人 是否也过了个好年 很不幸 她最爱的妈妈 没有过上好年 第二天 家带带着她去庙里上香 我以前阿信 看见了许久不见的母亲 竟然在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 阿信简直不敢相信 家带叫了她一声 她才回过神 此时母亲一个转身 也看见了她 笑容立马消失 怕给阿信丢脸 妈妈迅速地离开了 家带问她 认识那个女人吗 阿信摇摇头 她不是在骗家带 她是在骗自己 她不相信的是妈妈 她认为那人 只是和妈妈长得像 这一晚玩游戏时 阿信完全不在状态 满脑子都是妈妈 此时少东嫁进来 说外面有个奇怪的女人 一直在这一片走来走去 阿信立马意识到 肯定是妈妈 她结果累了 先退场了 老太太看出她有心思 跟在她后面 阿信悄悄地跑出门 冰天雪地真的是母亲 阿信 妈妈 阿藤说 自己这次来 只是想远远地看看你 没想到却碰到了 很抱歉 妈妈以这个样子让你看到 不过看到你受到东家喜欢 妈妈就满足了 阿信告诉妈妈 希望她不要再干了 她不喜欢这样的妈妈 阿藤答应她 等雪化了就回去 她再次让阿信记住 自己不会做对不起她父亲 对不起奶奶的事 阿信当然相信 最后阿藤拿出钱 阿信说不要 让她给奶奶买点好吃的 两人的短暂见面 匆匆结束 阿藤跑出一街 又躲在一旁 偷偷看着阿信进屋 此时的阿信也忍不住了 老太太在身后叫了她说道 女人苦呀 他们为了老人孩子丈夫 忍受着一切 这就是女人呀 所以你妈妈 无论做了什么事 都不要认为她不好 想来看你 又怕给你丢脸 而不进家门 她是多爱你呀 阿信 你应该 尊重你的妈妈 这一晚 阿信又上了一课 在这之后 她并没有因为受到东家喜欢 而得意忘形 依然踏实干活 成了家和店不可缺少的一员 这一天 家带小姐非要穿西服才去上学 因为有同学穿了 夫人立马答应给她买 老太太刚好路过 直接拒绝了两人 并直言家带这攀比心不好 家带来气了 说不买就不去上学 老太太不惯她 爱去不去 家带哭着鼻子回屋了 此时老太太问阿信 是不是会做萝卜饭 她让阿信今天晚上做一餐萝卜饭 要做的和她在家吃的一样 等到晚饭时 家带想用绝食来换奶奶的妥协 没想到老太太不吃这一套 家带错过了晚饭的机会 半夜又饿的 吵着爸爸妈妈不管她了 老太太让阿信把萝卜饭端来 少夫人一看这东西哪能吃 要再给家带做 老太太制止了她 今晚就给家带尝尝萝卜饭的味道 老太太还答应她 吃了这个就给她买西服 刚舔进嘴里就吐了出来 太难吃了 对面的农家小女佣 以为是自己没烧好呢 赶紧也吃了一口 就是这个味道呀 好久不吃 还有点响呢 傅家女说 那你吃吧 我可不吃 我要吃白米饭 奶奶立马教育她 谁都爱吃白米饭 可这世上大部分人 都和阿信一样 只能吃萝卜饭 汤买不起米 大小姐问阿信 真的只吃萝卜饭吗 阿信说 萝卜饭也是好的 在我们家 经常连萝卜饭都吃不饱 老太太称是教育孙女 看看阿信 你还要任性的买这买那吗 夹带小姐端起碗 也吃起了萝卜饭 原来阿信一直吃这个 还真是苦呀 她不要买鞋子西服了 很快到了3月3女儿节 每到女儿节 女孩都会摆上 属于自己的小偶人 看着东家一屋子的偶人 阿信真是羡慕不已 她从小除了过年 再没过过其他节 在这儿也是沾了 夹带小姐的光 无论什么节 东家都给阿信 备一份和夹带一样的 越是过好日子 阿信越是想念 家里的妈妈和奶奶 要是他们也有好日子 过就好了 也是这一天 阿信的介绍人阿烈嫂 顺道来看看她 老太太问 阿信家里都还好吧 阿烈嫂说都好 阿信担心地问奶奶怎么样了 阿烈嫂也说好 但走的时候 阿烈嫂在老太太面前哭了起来 阿信的奶奶其实已经不行了 老太太赶紧找到阿信 给她放个假 让她回家去 还让儿媳准备一朵米作为礼物 也让阿信带回去给奶奶 公其未到 突然放假 阿信忐忑不安 穷人在富人面前 总是极度敏感 她以为东家不要她了 把所有行李都打包上了 幸好夫人来了 让她放心回去 这是老太太看她干活干得好 特地给她的探亲假 夫人还拿了夹带小姐的衣服 让阿信体面地回去 此时迷流之际的奶奶 还想着阿信 希望最后再看她一眼 而且阿藤也是惆怅不已 念叨着 阿信要是能回来就好 就在此时 阿信冲了下来 父亲以为她又做错事被赶回来了 正要发火 阿烈嫂跟在后面过来 说是东家给她的假 让她看看奶奶 阿信大叫着奶奶冲进屋里 奶奶一动不动 阿信用带来的米 做了白米粥端给奶奶 她慌张让奶奶看自己一眼 奶奶真的醒了过来 好几天吃不下东西的她 咽了阿信的白米粥 强撑着告诉阿信 一定要好好照顾东家 这样人家也会对你好 你回来 奶奶就瞑目了 阿信叫着奶奶 希望她不要死去 打起精神 奶奶就这样去世了 既可悲又可喜的是 穷了一辈子的她 在临终前吃上了孙女的白米粥 在一片白茫茫中 奶奶被安葬 跪在奶奶的临位前 阿藤把奶奶唯一的遗物给了阿信 还是那枚五角钱 此时阿信才知道 这是奶奶支不赚的钱 就剩下这么点 看着这五角钱 阿信对妈妈说 自己一定不要像奶奶一样 苦了一辈子 才剩这么点钱 自己要拼命干活 长大绝不当电农 这一天 阿信再一次跟着阿烈嫂 启程去九天 站在山坡上 她回望家乡 决心再也不要穷下去 不要做一个像奶奶 像妈妈一样苦的女人 但命运又是出了自己的意志 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变数 一晃七年过去 阿信十六岁 已经能在店里操持生意上的事了 除此之外 她还学会了茶道花道 这天老太太给阿信 介绍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心腹起来的米商 她并不知道 这娴熟的手法 将使她摆脱贫穷 因为对面的富豪夫妻 是冬家给她介绍的婆家 今天特地来瞅瞅合不合适 一便看下来 夫妻是赞不绝口 冬家老太太也适时的夸阿信 是个好姑娘 会烹饪 茶道 花道 关键还懂生意 这更让这对富豪夫妻满意 他们也是近期才抓住机遇 一跃从小伤变成巨骨 对于阿信的出身 自然没有太在意 再加上老太太的利剑 这对夫妻真的就认下了这个儿媳 阿信此刻对此还一无所知 直到来到后出 夫人和她说起 她才渐渐反应过来 此时和她一起长大的冬家小姐 也听说了她要嫁人的事 跑到会客室 一看是爆发护呀 家带小姐最看不上这种人 夜里吃饭时 老太太把这事挑明了 对方虽不如咱们家和店有根基 但这次赚了不少 阿信嫁过去 等到分家也是一家之主 再不用过苦日子了 阿信默默不语 家带小姐先说话了 问她真的愿意嫁给那种人 阿信尴尬一笑 家带继续发表了意见 再有钱 也不能嫁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这种何不识肉迷的语气 连夫人都看不下去了 让她少说两句 但其实对于阿信来说 这门突如其来的亲事 她也是不知何去何从的 只是她相信 老太太肯定不会害她 第二天 南方家的少爷亲自来了 长得确实平庸而油腻 这更让家带觉得不值 再一次劝说阿信 即使奶奶说没 也不能嫁给那样的人呀 阿信还是能摆正位置的 说自己只是吃不饱饭的电农女儿 回到家也只能嫁给电农 这门亲事对我来说 其实是高不可攀的 见这样劝不住阿信 家带开始给阿信讲 她看的提倡自由的杂志 将女性形容为太阳 要不依靠他人自己发光发热 这本身没有错的 但对阿信来说就是错的 她不像家带从小享受家人的照耀 没有经历过寒冷 此刻能不知深浅的说 要自己发光发热 她幼年时处在贫穷带来的阴暗中 少年时也只是看着家带被照耀的温暖 所以她知道要自己发光发热 是多么的艰难 她根本没想过要一步跨过去 对于家带的各种劝说 阿信只能直白的告诉她 自己真的不想再过穷日子了 嫁给樱木家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家带很丧气 没说服阿信 抱着画板去海边画画了 另一边老太太和儿子儿媳 也已经感觉家带越来越不好管教了 趁着她不想去学校 准备让她学点做媳妇的本事 尽早把婚事定了 老太太让去把家带叫来 要将这事和她当面说说 夫人找不着人 让阿信去把家带绑也绑回来 阿信来到海边 突然一个男人抱着她 说自己不是坏人 需要她配合甩掉跟踪自己的人 阿信一时间都懵了 心惊胆战的朝家带走去 看到跟踪的人走了 男人终于松开了阿信 他过来道歉 并解释刚才的处境 家带瞬间来了兴趣 男人转向家带的话 不是水平的点评了两句 这更让家带觉得 男人是个有学识 有思想之人 立马和男人讨论起来 阿信在后面催促 夫人叫他快回去 家带不愿意 男人先让阿信为难了 再次道歉 然后转身就要走 家带追着对方非要送一辰 阿信怕家带有啥闪失 也一路跟着 到了旅馆门口 家带才算停脚 他的目的就是看看男人住哪 过两天再来找对方 回到家 母亲就对家带说 这段时间学学查道 花道烹饪之类的 家带立马反驳 自己没必要学那些 女孩子关在家里 做新娘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夫人让他向阿信学学 家带更是生气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道路 不要老是看阿信 想起评论 家带的每一句话 仿佛都在给新时代女性 做注解 但她并不是真正的 新时代女性 她只是在政治叛逆的年纪 接触到了一些新理念 新思想 于是立马兴奋的全盘接受 至于旧的 则毫不留情地摒弃并批判 她并没有思考着 将两者结合 取经取糟 这为她未来的悲剧命运 埋下伏笔 回到家 当晚她就让阿信 准备点好吃的 第二天一早 跑到旅馆去找那个男人 不过男人的拒绝 她就冲了进去 看到桌上的书 和她预想的一样 男人是搞运动的 家带更是钦佩家爱慕 介绍自己也是新时代女性 渴望男人相信她 但男人谨小慎微 只是客气地告诉家带 自己是商人 等到家带走后 男人给阿信打了电话 阿信以为小姐出了什么事 慌忙地跑到旅馆 到了地方 并不是家带的事 男人让阿信帮忙 收一下家里的汇款 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自己在这儿 就让把钱打到了阿信那儿 贫水相逢 谁知道你是好是坏 阿信不愿帮忙 起身便走 男人大声说 自己不是坏人 阿信还要走 男人说道 你了解农村的电农吗 电农俩字 立马触到阿信的神经 男人接着说道 电农每年都要交一半的 收成给地主 导致余粮根本吃不到 来年秋收 只能向地主借 如此往复越借越多 光利息都还不完 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 让电农起来斗争 争取自己的权益 我走遍了东北农村 看到电农的贫苦 我决心将自己的一生 投入到这项运动中 只有真正处在运动中的人 才能像男人一样 把如此宏大的事 讲得心平气和 阿信相信他 并答应帮他 与此同时 阿信也不知不觉 喜欢上了男人 这种喜欢带有钦佩和感激 汇款一道 阿信就送了过去 这件事阿信按照男人的要求 谁也没告诉 但他有个疑问 为啥不让家带小姐帮忙 男人说 家带小姐只是憧憬新事物 向往斗争 但他并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两人聊完 男人便离开了 隔天家带再去找事 从老板娘的得知阿信去过 回家就质问阿信 为啥去找安田先生 阿信被逼无奈 只能说了收汇款的事 没过多久 阿信收到安田的信 安田已经从农村回来 想见一下阿信 阿信按照日期 来到约定的沙滩 一路走一路聊 除了伟大的运动 安田还向阿信表白了 说终有一天会来接他 和他一起生活 虽然阿信吃了很多苦 但爱情于他还是新鲜的 在16岁懵懂的年纪 碰上这样有学识 有思想 有行动的热血青年 阿信的内心沦陷了 但这也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 等他回到家 老太太已经找来他的母亲 要商量他的婚事 如此快就走到了这一步 阿信为难了 私下和母亲说 现在不想结婚 母亲一下就猜到 阿信有一中人了 人在那 干什么的 能不能见见 一连串的问题 阿信都是否定回答 只说对方会来接自己 自己想永远等下去 母亲一听就来气了 她告诉阿信 你的婚事就按老太太的意思办 你还没尝够穷的滋味吗 阿信无力反驳 一段时间后 佳克店给阿信办了订婚 佳代再次劝阿信不要嫁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 她告诉佳代 你是佳克店的继承人 女婿已经帮你选定了 和阿信一天的婚期 你去准备吧 佳代气呼呼的夺梦而出 她实在不想待在家里 到了下午 又准备去海边画画 结果刚好在桌子上 看到了安田寄给阿信的第二封信 她立马叫来小女佣 并未提及信的事 而是谎称听别人说 阿信在和安田约会 大妈阿信背心气意 阿信是白口莫辩 刚要解释 佳代小姐就对她说 从今往后恩断一决 我的任何事都和你没关系 在阿信内疚自责时 佳代提着准备好的行李 去了信中约定的地点 安田先生一看是佳代 立马就要走 佳代叫着安田 说阿信他不来了 他受够了穷日子 嫁给了一个爆发户 安田吃惊不已 但他曾说过 他没有权利干涉阿信的选择 虽然痛苦 安田还是走了 佳代则跟在了他的身后 到了下午 夫人上街回来 才给阿信说 今天有他的信 结果一看桌上空空如也 紧接着夫人又发现 佳代留下的信 信中佳代说 自己走了 不想结婚 也不想继承家业 他要走自己的路 夫人着急的问阿信 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阿信只是摇头 在夫人的吩咐下 阿信去了车站 从售票员的得知 佳代买了去东京的票 阿信着急的问 有没有其他人在一起 售票员想了一下说 还有一个男人 阿信立马想通了一切 肯定是佳代看了信 和安田一起走了 在火车上 佳代还在劝说安田想开点 阿信由阿信的人声 他想摆脱贫穷 就嫁给了有钱人 我不怕贫穷 就舍弃一切跟你来了 佳代此时的表现 更说明了 他不是什么新时代女性 前脚还在游说阿信 不要为了钱嫁人 要自己发光发热 现在就赞同了阿信 为摆脱贫穷 嫁给有钱人的人生道路 他只是将新时代女性的 标签贴在身上 挂在嘴上 唯独没有转变的思想上 截至目前 无论是反对阿信嫁人 还是自己匆匆逃离 这些他认为的 新时代女性作风 截至都是基于他的个人好恶 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转变 晚上家里乱坐一团 阿信此时完全处于慌乱中 他隐瞒了事实 说自己不知道 老太太顿时放心了 认为家带过不了苦日子 等钱用完了就回来了 此时的阿信既自责又内疚 几天后 阿信被邀请去未来的婆家 在席间 他受到所有人的夸赞 等到大家都进屋后 他未来的丈夫醉醺醺的出来 一下抓住了阿信的手 紧接着又抱住了阿信 阿信一把将棘推进了池塘 这件事影响很大 老太太劝他 你们已经订婚 他又醉了 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并不是不能理解 推进池塘 属事过激了 你给对方赔个礼 就说吃书突然 一时慌了 对方应该能理解 如果不坑不哈 恐怕就要错过这门亲事了 阿信说道 我现在不想嫁了 他们退婚更好 还请您原谅 这话让老太太吓了一跳 婚都定了 怎么现在反悔了 阿信埋着头不停的道歉 说辜负了东家的好意 老太太倒不在意这些 他只是不明白 怎么能为这么点小事 毁了这门亲事呢 他可是用心挑了这么一家 南方也不强势 阿信去了 还能做主 阿信此时又语出惊人 希望老太太让自己辞职 老太太是又惊又怒 想问明缘由 阿信只说对不起 实在不想再给您添麻烦了 老太太没有强问 而是叫来了阿信的妈妈 还在希望再挽回一下 不用阿信亲自出面 老太太去南方家说情 这让阿信更没脸待在这了 他实话实说 告诉了母亲 自己家带 安田之间的复杂关系 心里装着这个事 每天见到夫人老太太 时刻都感觉在背叛他们 太难了 听到这些 母亲也不再劝他 第二天 阿信和东家辞行 老太太说道 既然你非要走 肯定是再三考虑过的 我就不挽留你了 随即老太太掏出30元钱给阿信 阿信拿好一瓷药 老太太说道 我知道你的工资都寄回家了 这突然回去吃闲饭 不带点钱 家里人恐怕也会有脸色 历经世事的老太太 用她的智慧 最后一次替阿信做了规划 这让阿信更不愿收下 夫人硬是塞进她手里 让她不要辜负老太太的好意 阿信这才收下 时隔七年 阿信再一次回到家乡 但这个曾给她带来伤痛的地方 还会再次给她带来伤痛 父亲听说了阿信要嫁给有钱人 以为他是结婚前回来看看 慌忙的招呼他进屋 但进屋后 阿信却说 自己不回去了 工作辞了 嫁人的事也黄了 父亲的脸由情转印 阿信赶忙跑下来跪在父亲面前 求他让自己待几天 自己很快会再去找活干 在阿信等待暴风骤雨时 没想到父亲回了一句 那也好 一是他不相信阿信 嫁给有钱人能过得好 二是他还指望阿信 挣钱补贴家里呢 这两点 他都不避讳的说给了阿信 阿信表示 自己会拼命挣钱 随即立马忙活了起来 就在这时 哥哥背着一个女人回来 一问才知是阿春姐 装置要把阿春放到仓房 阿信说 阿春姐都病了 怎么能睡仓房呢 当年阿春姐用仅有的钱 给阿信买小黑板的事 还历历在目 阿信不顾哥哥的反对 硬是将阿春安排进了屋里 紧接着就要给他换衣服 装置告诉他 小心被传染 此时阿信才知道 阿春得的是肺牢 一阵猛烈的咳嗽后 阿春的手上已经沾了血 阿信要去请医生 哥哥拦住他 说请医生没用 那是浪费钱 此时阿春强撑着起来 说什么药都没用 不要把钱往水沟里扔了 阿信从口袋里 掏出仅有的三十元钱 让姐姐放心养病 随后一把抱住姐姐 医生看完后 对阿信说 给他买点好吃的吧 已经没希望了 阿信简直难以置信 回到屋里 要把妈妈也叫回来 见阿春姐最后一面 哥哥和父亲都反对 装置抱怨 先是你任性辞职 然后阿春又半死不活 就是妈妈干活 还要叫回来 阿信忍着泪舍和他们争吵 可在这两个男人心中 亲情已经退位 最初的贫穷 只是让他们的身体受难 但随着时间以年为单位的 不断延长 贫穷对人造成的伤害 则是思想上的无望 在看不到任何希望时 他们则会拼命抓住现有的 所以不愿掏钱请医生 不愿让妈妈回来 不愿要这份亲情 还好有阿信 虽然也经历过贫穷 但他在东家感受过温暖 看到过希望 第二天他起来时 姐姐已经自己去了仓房 阿春让阿信不要管自己 一个人住在仓房 还踏实一点 阿信也不再劝姐姐 抱了一床被子 给姐姐的仓房支了个床 他告诉姐姐 不管父亲哥哥说什么 我都会好好照顾你 这是阿春19年的生命中 所能感受到的不多的亲情 这19年来 他也是不到10岁 便出去做工 几乎每一分钱都寄到家里 他自言自语的说 我不恨任何人 我只想下辈子 再也不要出生在电动家 阿信听着姐姐的话 真是无比的心疼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阿信用心去照顾阿春 阿春回想起这8年的纺制厂生涯 每天12个小时不停的干 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行 一个人得了肺牢 其他人很快会被传染上 好多女工回到乡下就死了 真的不知道到底为啥而活 阿信无比可怜姐姐 八年像个机器一样活着 阿春说 倒也不是 厂里有个叫平野的监工 经常照顾我 因为他在 我才忍耐到今天 只要有他 再哭也不怕 看着姐姐开心的笑 阿信知道 平野是姐姐的白月光 他袭击而弃 至少在姐姐这灰暗的人生中 还是有几处光亮的 此时妈妈也回来了 阿春喊了一句妈妈 真让阿藤再也忍不住了 第二天 阿信去找了平野 说明来意 希望平野最后见一见阿春姐 平野很抱歉 给阿春带来这样的误解 阿信失望而回 阿春的病情更严重了 在阿信给姐姐洗手帕时 平野还是来了 见到阿春的惨状 平野是震惊 是可怜 他鼓励阿春打起精神 阿春露出笑容 喜欢的人来看自己 像做梦一般 这或许是他一生中 最幸福的时刻 他说自己不想死 还想和平野一起工作 带平野走后 父亲带来一个男人 说给阿信找了工作 男人介绍是服务员 工资可关 父亲早都心动了 已经替阿信答应下来 还让他替家里想想 替哥哥装置想想 这都到了娶媳妇的年龄 正需要大家帮忙 这边谈完 阿信赶紧去照顾姐姐 阿春告诉他 千万别去 那个男人经常去工厂 红遍不愿吃苦的女孩 说有好工作 其实就是去那种地方 阿信才反应过来 可父亲非要让去 阿信让他快逃去东京 还给了地址 这是阿春一直想干的书头店 他联系过那边 就是一直没打定主意 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他告诉阿信 替我多活几年 我没做到的事 你替我做 靠双手打开活路 这一晚阿春去世了 就仿佛没有来过这个世界 阿信还在犹豫去东京的事 他担心妈妈 阿藤让他不要挂念自己 赶紧逃走 一辈子都别回来 这一晚阿藤杀了只鸡 给阿信送行 结果又被丈夫骂 不会过日子 阿信和妈妈相视一笑 第二天一早 趁着大家没起来 阿藤让他快点走 唯一的嘱托 不要得病 再别回来 阿信说 一定会回来接妈妈 最后又转身看了一眼 阿藤满眼含泪 阿信一口气跑到了车站 直到坐上车 才放心下来 可到了地方 书头店根本不收他 但他可是聪明 刚走出两步 听到店里的客人嫌水凉了 他立马绕到后厨 加火烧水 店里的小伙计看见他 大喊小偷 其他人过来一看 这不是刚才非要当学徒的那位吗 阿信赶忙说道 看你们都忙不过来了 我给你们烧点热水 之前拒绝阿信的师傅也来了 让徒弟们快去干活 阿信扑通跪在地上 说自己什么活都能干 求师傅收下他 师傅还是没松口 但也没像之前一样 赶走阿信 阿信烧完水 又到前面给等待的客人换茶 给要走的客人擦木机 这真是眼里有活 客人都说 来这么多次 第一次有人擦木机 接着 阿信又在店里很有眼色的 换毛巾 洗毛巾 直接抢了小学徒的活 终于在中午时 师傅叫他吃午饭 阿信问自己能不能留在这 师傅还是没说话 这一天 阿信都在干活 其他师姐们 却没一个给他好脸色 大师姐还劝师傅赶走他 上次招个来历不明的人 没干几天 就偷了店里的钱 师傅心好 说行不行 先干个十天 随后师傅也对阿信说了 暂时收留他 但让他走势 他必须马上走 阿信感激不已 其他师姐们 对他还是爱搭不理 师傅见其他人去洗澡 只有阿信一个人被留下 他告诉阿信 凡事都要跟上 不要期望别人帮助 阿信问师傅 自己负责哪块工作呢 师傅说道 该做什么 不要等别人说 要主动去找 边做边学 才能做好 阿信记下了 先给师姐们把床铺好 看着师姐们趁晚上练习盘头 阿信就在一旁观摩学习 第二天早早起来给大家做饭 然后擦门擦镜子 等到最小的学徒阿绿起来时 这一切都干完了 阿绿责怪阿信多管闲事 阿信倒不在意 依旧忙活着 看出阿绿比自己小 他说自己做工很多年了 早起习惯了 阿绿妹妹多睡会儿也行 此时阿绿才说道 活都你干了 我就多余了 会被撵回去的 得知阿绿家也是电弄 兄弟姐妹们也多 阿信觉得自己不能待在这了 他去找师傅辞职 师傅以为他刚干一天就受不了了 阿信实话实说 自己不怕苦 只是留在这里 阿绿妹妹就会没活干 就要被撵走 我怎么能抢阿绿妹妹的饭碗呢 师傅一下就笑了 说你也太小看我了 阿绿他13岁 我怎么会撵他走 学手艺干活 都是要自己主动 你要是不敢抢别人的活干 那你就干不好 师傅最后说道 在这墨镜 不如去把店里的镜子擦干净 可当他走到店里时 发现镜子已经擦完了 他开怀大笑 阿信比自己想的厉害多了 在这之后 16岁的阿信 带着阿绿一起干 因为他来得完 他自愿待在后面打砸 更能学到东西的店里 则是阿绿妹妹负责 很快 阿绿就对阿信这个姐姐 有了好感 第一天做晚饭 师傅一看 就让把阿信叫来 说这超标了 阿信说 没超过三毛钱的标准 只用了两毛九 你以为我不知道 油炸豆腐的价钱 阿信解释 这油炸豆腐是碎了的 我和老板求了半天才买到 还答应以后都给我们留点 师傅一脸尴尬 阿信还真是能干呀 晚上大家发现 被子都被晒过 一股阳光的味道 这让他们吃得好 住得好 姐妹们对阿信的态度 也渐渐好起来 只是感觉阿信这年级来学书头 有点晚了 先是三年杂工 然后再学书洗盘整 又是好几年 前前后后就往十年上数了 那时候可就难嫁人了 像师傅就是一个人 阿信说 他不在意这些 他出来就是不想靠任何人 要靠双手打开活路 这也是阿春姐姐 对他最后的交代 在这之后 阿信干活越来越卖力 更好的一点是 他从不抢工 这天一个姐姐拿出上好的料子 让阿信拿去制衣店 将一将重新缝起来 阿信却说 别费那个钱 这我就能干 学徒自信的说 丝绸麻纱他都做过 这不算啥 女人嫌他吹牛 还是要送制衣店 辞职他们的师傅来了 看小学徒这么自信 决定让他试试 阿信高兴不已 师姐一脸怒气 说做坏了 你就等着吧 由于还要干店里的活 阿信只能用空闲时间做 晚上别人睡觉了 他还在干 到了第二天 已经开始给布料上浆 大师姐一看 还真有两下子 晚上阿信就开始缝制了 由于好久没做了 他比往常更仔细 连着加班三个晚上 到第四个清晨时 阿信把衣服拿给之前的师姐 让给师傅送去 师姐吃惊不已 这也太快了吧 阿信谦虚的说 好久没做了 不知衬不衬师傅的心意 随姐又拿出一个账本 是这段时间他负责后厨的开销 还会写字记账 又把师姐禁掉下巴 阿信则羞涩一笑 师姐把东西拿到师傅呢 还在嘖嘖称奇 说阿信真是能干 衣服三个晚上缝完 还能写字记账 师傅翻了一遍 叫来阿信 他也好奇阿信哪学这么多本事 阿信说自己出门做工的早 后来遇到郝东家 那儿的夫人老太太教的 师傅问他为啥离开 阿信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师傅看出他有难言之隐 没再追问 儿子说他有缝纫 茶道 花道 十文段字这些本事 不用到这受苦学书头 也能找到好活干 阿信说道 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学会 这是我死去姐姐的愿望 师傅说 这一个月你做得很好 想留就留下来吧 但要准备好吃苦 想学到真正的手艺 后续还要看你自己的努力 这是阿信第一次听到师傅留他的话 他高兴不已 这天夜里 阿信给远在家乡的母亲 写了出门后的第一封信 怕父亲知道 他寄到了阿列嫂那 阿列嫂凭着总男闯北认识的几个字 结结巴巴的把信读完了 信里自然都是好话 可母亲还是哭了 他怎会不知道女儿的辛苦 那两句出事后给家里寄钱的话语 母亲既温暖又难受 他不知这个家何时才能不再拖累女儿 结果女儿的信 阿藤直接扔进了火喷 他害怕丈夫看到 又像水汁一样吸到阿信身上 就在这时 听到门外的丈夫儿子回来 阿列嫂匆匆的走了 儿子立马说妈妈 光着的闲扯不干活 阿藤也来起 问他怎么这样和大人说话 没想到丈夫还跑过来护着儿子 责怪他 这一老一小 天天除了抱怨地理收成不好 就是埋怨阿信逃走不顾家 阿藤不客气的对儿子说 你有本事也出去闯 自己窝在这儿 还怪人家阿信 丈夫又跑过来训他 说装置也不容易 他这要出去地谁种 这地地主收回去 再想种可就难了 有地还有活路 这个父亲的思想 几乎代表了大部分普通人 害怕失去现有的 而不敢冒险去追求更好的 我们此时看他 可能会觉得可笑和气愤 因为他不想失去的种地权 与我们来看实在太微不足道 但对没见过世面的他来说 那可是生和死的界限 再回看我们 见过一些世面 也不存在生死温饱的问题 但好像同样会因为 害怕失去现有的 而不敢追求更好的 于是一边抱怨 一边工作 一边想要大干一场 一边又劝自己接受现实 这可能就是普通人的矛盾和局限 而阿信则是不普通的 此时他只有一个愿望 要为别人付出几倍的努力 赚很多的钱 然后回乡接母亲 很快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政治过节 来做发型的人一下多了 师父将阿信 从打杂身为梳头工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不但阿信没自信 其他徒弟也是有怨言的 本身要打杂三年 可他才来三个月 就被升为梳头工 这立马遭到其他师姐反对 有两个直接向师父提出辞职 师父也是运气 说去留随他们 二师姐向师父求情 希望理解理解 阿夏和阿慧的心情 这俩都干了三四年 才当上梳头工 阿信才来三四个月 就当上了 这谁心里舒服 师父也不退让 说既然不合你们的心意 那就请便吧 此时阿信冲进来 同时向师父表示 自己可以继续打杂 师父让他别说话 阿信却继续说道 如果因为我影响姐妹们的团结 我也不能继续待下去了 在大师姐的原场下 阿夏和阿慧出去继续工作了 最后只剩阿信在这 师父说道 你不贪心是好的 但害怕挤掉别人 而不敢往上爬 这样是没办法生存的 是我看错你了 从这之后 阿信继续打杂 师父也再没让他梳头 这个快速成长起来的机会 就这样失去了 是好是坏 此时还不得而知 16岁时 谁没有为一些所谓的姐妹情 兄弟义放肆过呢 但到30岁时 也不见得会后悔 毕竟那是青春的样子 很快到了两年后 阿信一次都没有摸过顾客的头发 不过在这两年中 女人对发型的要求也渐渐变了 不再是复杂固定的传统发饰 西洋发型也开始流行 可这家店依然坚守着传统发饰 近来的时髦女郎 无一不失望而归 阿信也开始思考 难道传统发饰 真的要不流行了 就在这时 家里给她来信了 母亲告诉她一个惊天的消息 原东家的二女儿小叶小姐 费劳去世了 阿信立马向师父辞行 要去九天看看东家老太太 师父二话不说 给她拿了钱 此时师父的内心 认为阿信再也不会回来 以阿信的能力 干了两年多杂工 却是委屈她了 作为对她这两年工作的认可 师父还送了阿信一件上好的衣服 阿信匆匆地赶到九天 夫人和老太太的状态还算好 只是失去了小叶后 夫人更加思念大女儿家带了 一个劲地追问阿信 有没有在东京见到 老太太执着阿信 让她别问了 东京那么大 阿信咋会碰到家带呢 夫人转向阿信 求她别回去了 以前家里三个孩子 现在一个不慎 她也是看着阿信长大的 从没当外人 无比希望阿信回来 这样老太太心里也会高兴 阿信 请你留下来吧 留下来吧 阿信真是为难 夜里她最后伺候了老太太一回 老太太是又高兴又伤感 她告诉阿信 如果家带能不后悔地活下去 见不到也就无所谓了 但她担心家带将来遇到啥痛苦 她就道是阿信一定帮帮家带 阿信低声地摁了一声 她不知道以她的禁欲 有啥能帮得到家和店大小姐的 但对老太太来说 她信任的不仅仅是阿信 也是这个波爵云鬼的时代 这个时代会重塑阿信这种勇闯风浪者的人生 阿信终究是没留下 这一趟回来 除了感受到了东家的温暖 还让她想起了安田 在她走出车站时 突然听到有人说 广场在搞粮食运动 阿信鬼使神差地跑去了广场 她想安田一定在那儿 但遗憾的是 不但没见到安田 她还被抓了起来 第二天警察就找到美发店 要师父去保释阿信 师父去了 店里的姐妹已经开始议论阿信是赤色分子 等她回来 除了阿绿妹妹 其他人都开始孤立她 师父告诉她 别人的嘴你挡不住 但自己能成什么样 还是靠自己 阿信对师父的信任眼含热泪 对其他人的冷嘲热讽 也自然不放在心上 一段时间后 师父再一次叫来阿信 告诉她 传统发型已经吃不开了 既然店里姐妹们孤立你 那你就开始做西洋发型 西洋发型没有定势 只要好看就行 你有这个本事 从这一晚开始 师父开始手把手教阿信 从最基础的传统发型开始 其他姐妹回来 师父也告诉他们 要想好自己的路 是传统发型 还是西洋发型 在时代的变化中 大部分人是不会主动放下过去的 姐妹们从近来就学传统发型 自然不愿就此转向 每天到了晚上练习时 姐妹们练传统发型 阿信练西洋发型 白天她还装作客人去西洋发物 偷学人家的手艺 轮到她时 她就说自己不着急 让后面的先来 一段时间后 阿信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客人 阿信确实第一次摸客人的头 一晃三小时过去 女人都睡着了 发型才做好 女人抬眼一看 暴跳如雷 我让你盖住耳朵 你这是把我头上盖个锅呀 女人最后钱也没给 边骂边走了 可没想到两天后 这个女人又来了 指名道姓 要阿信再给她做 说好多人看了那天的发型 都说特别配她 师父让把阿信叫出来 阿信看见女人就吓了一跳 由于店里只做传统发型 师父让阿信记下女人的地址 上门去给她做夕阳发型 第二天 阿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来到女人工作的咖啡馆 给她做发型 其他女招待 看阿信手艺好 也让阿信做 阿信说不行 师父只让她做这一个 其他人劝她多做几个 钱你可以自己装下 你师父也不知道 阿信还是拒绝了 做完女人要付钱 阿信也不知道要多少 师父没告诉她 女人给她小费 阿信也不收 她说师父只交代了做头发 不敢收钱的 几个女人像看稀有动物一样 看着阿信 这看似犯傻的行为 其实是阿信对师父的尊重和感激 回到店里 阿信说自己没要顾客的钱 大师姐立马教训她 脑子长哪了 干活怎么能不要钱呢 没想到师父却说 应该这样做 师父告诉她 这段时间就是好好练习 要钱是将来的事 要往远了看 听闻其他女招待也要阿信做头发 师父笑着说 那你就接 练得越多 手艺越好 什么时候出师了 我会让你独立的 为了让阿信少遭师姐们的议论 师父改了学徒的规矩 允许所有人出去接私火 又一天 阿信去给女招待们做头发 一说不收钱 几个人都抢着让阿信做 阿信一一全答应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 阿信成了这几个女招待的固定发型师 他们原来的发型师阿赫 得知自己的生意被抢了 特地来瞧瞧阿信是何许人也 看到是个黄毛丫头 阿赫嘴上就开始不干净 阿信倒是无所谓 几个女招待够一起 阴阳怪弃了一把阿赫 这天做完头发 一个叫冉子的女招待 求阿信帮忙写封信 说这信 其实是情书 写给一个叫田藏龙三的少爷 在冉子富有感情的叙述中 阿信奋笔记书 随后第二个女招待 也找阿信写信 收信人 还是那个叫龙三的 阿信说了保命 只能硬着头皮写 紧接着第三个人找他写 还是给龙三 阿信顿时就惊了 这里的女招待 全被龙三迷住了 但说了保命 还是写吧 阿信此时在想 龙三收到相同笔记的 三个女人的信 会是啥反应 不过一想这龙三 肯定也不是啥好人 竟然和三个女人交往 也就无所谓了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龙三将来会成为他的丈夫 阿信在外面 做头发的名声越来越大 偶尔也会帮顾客 做写信 缝纫的小活 这让大师姐心里不平衡了 指责阿信没鼓起 帮人做小活 哈巴狗一样的巴结客人 阿信终于硬气一回 说道 顾客的忙 当然要帮 受到顾客欢迎 才能做生意 大师姐拿师傅来压他 说他丢师傅的人 师傅被他们吵醒 师姐不依不饶 告了阿信的状 师傅谁的面子也没博 让大徒弟先出去 他和阿信说 他告诉阿信 你现在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你是最后来的 我不可能让你先出师 如果你继续与学徒的名义 出去懒活 钱就要交上来 否则他们肯定不会罢休 这也是规矩 现在西洋发心 我是没得交你了 钱也应该是你的 出去了 他们也就说不了闲话了 阿信能碰到这样的师傅 他很感激 他想留在这儿报答诗恩 但师傅说道 已经够了 你三年做的活 比他们十年都多 你能成的事 他们成不了 阿信在师傅的催促下 出师了 几个女招待 也终于能给阿信钱了 还一个个拍着胸脯 要给阿信揽生意 阿信很高兴 感觉美好的未来 在向他招手 几天后 然子拿来一个地址 说是龙三给的 让阿信去那儿做头发 那是高档地方 那里的招待 给钱也多 结果阿信刚到那里 就碰到了阿赫 眼见生意又要被抢走 阿赫叫来店里的打手 要赶走阿信 阿信又怎会轻易放弃 没想到这个男人 竟然对女人动手了 阿信被打到地上 龙三才出来 叫住打手 与此同时 一个女招待也赶忙拉起阿信 一回头 阿信才发现 这是夹带 小女佣和大小姐 时隔三年的偶遇 没想到大小姐转身便跑 阿信死死的追在后面 一直跑到桥头 大小姐的鞋跟掉了 才算停下 此时阿信的腿也受伤了 看着对方的狼狈样 两人又一下相拥在一起 回到夹带小姐住的地方 阿信回归女佣的本质 慌忙的就要帮夹带小姐 打扫屋子 说别一会儿男主人回来了 看着这乱糟糟的模样 夹带叫住他 这里没有男主人 他很抱歉 当年半路截胡 撒谎独爱 抢走了阿信喜欢的人 他真是没脸见阿信了 阿信说道 都过去了 只要你们幸福就好 可惜的是 夹带没有得到幸福 当年不顾一切的 和安田来到东京 仅有短暂的欢愉 接着安田便一走半年 搞自己的电脑运动 从不提结婚 也从没说爱他 阿信让夹带回九田老家吧 夹带说 家里就让小叶替我尽孝吧 我没脸回去了 阿信告诉夹带 小叶小姐去年费劳去世了 这对夹带真是晴天霹雳 阿信苦劝他 既然和安田难得幸福 就会九天和家人团聚吧 老太太和夫人 是多挂念你啊 夹带说他不能回去 他对不起奶奶 对不起父母 但他要在这里等着安田 这句话击中了阿信 他可怜夹带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还爱得如此强烈 更可怜老太太夫人 等一个不会回去的人 还等得如此执着 可这一切 阿信只能看着 他期望夹带有想开的一天 很幸运 夹带成长了 过了一段时间 他找到阿信 说决定回九田了 与此同时 他求阿信帮忙看房子 哪天安田回来了 立马告诉他 他马上回来 说完 夹带又喃喃自语 也许他根本不会回来 爱情让他疯狂的付出 理智又告诉他 这样豪傻 夹带就在这种矛盾中 没有自我的活着 这三年来 他是成长了 知道了家人对他的爱 于是决定回去看一眼 但他又成长得太慢了 在爱情和亲情分支 两端的天平上 他永远是一高一低 在阿信接过钥匙 要送夹带走时 和夹带相熟的龙三也来了 他是来给夹带践行的 刚好也为上次的阿信挨打赔罪 阿信说 不是他的错 可只要和自己沾点边 龙三都要揽过来 这也是他人缘好的原因 为人仗义 出手大方 再加上外表英俊 只是此时的阿信 还没有对龙三改观 依然认为他只不过是个 混迹情场的浪子 家太坐着晚上的火车回去了 时隔三年 家里来的新佣人都不认得他 他直接闯了进去 老佣人大声喊着夫人 夫人一出来就愣住了 一边叫老太太 一边叫丈夫 老太太跌跌撞撞的出来 老太太这一巴掌 比打在自己身上还难受 家太跪在地上 诚恳的认错 求奶奶使劲打 自己太不孝了 任性的一走就是三年 老太太快要哭出来了 借口让孙女先去收拾收拾 她先躲了起来 在家里住了几天后 家太又准备回东京 借口是学画画 老太太一眼就看出 她不是学画画 是有男人了 不过老太太认为无所谓 也二十的人了 谈朋友也正常 但老太太说到 她要想娶你 就该来见见我们 如果做不到 不论你怎么痴情 也不会幸福 老太太最后撂下话 不愿和你回来的男人 我是不会答应的 这话让家太感到束缚 她给阿信写信 说自己不会继承家和店的 如果有安田的消息 立马通知我 我即刻启程 这让阿信觉得为难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 阿信给家代回信 安田还没回来 就在这时 老太太把家代叫过去 说一个月过去了 你的男朋友连封信都没有 你该明白了 和他不会幸福 随即告诉家代 家里已经给他误死了一个女婿 还是个大学生 一旁的父亲也一个劲的推销这个人 家世学历和家和店都匹配 能入坠过来世门好亲事 家代一句话不说 她内心盘算着逃跑 大小姐毫不客气的说 自己一定要去找那个男人 老太太说道 她不爱你 你和她在一起只会受苦 可家代小姐不在乎 已经打定主意 要等那个男人一辈子 随即不顾阻拦的就往外冲 老太太急火攻心 倒在了地上 这让家代两难了 眼前突然倒下的奶奶 当然更重要 老太太这一倒 好久没起来 家代放肆的内心 被暂时束缚了 趁此机会 一家人匆忙的给她准备婚礼 想着结了婚 她就安分了 家代此时是无比痛苦的 她不愿再让这些至亲 因为自己而受伤 但与此同时 那份对安田的爱 又时刻在催促她逃走 她苦苦的压制着 她求母亲再让她去一回东京 母亲断然拒绝 家代又把希望寄托在阿信身上 电话打到东京的龙三那儿 龙三为人仗义 立马去找阿信 阿信这一趟到龙三店里 才知道对方是做不辟生意的 看起来也算精明能干 就在这时 电话来了 家代只有一个请求 安田回来立马通知自己 即使洞房花竹叶 她也会毫不犹豫的走 打完电话 龙三留阿信喝杯茶 阿信一脸愁容 家代小姐如此心态 不管嫁不嫁人 似乎都难有好结果 龙三此时说道 等个不爱的人只能受苦 家代小姐是结了婚 慢慢会回归家庭 忘记过去的 人都是这样 在龙三的宽慰下 阿信也感觉 结婚对家代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夜里他去家代的住处打扫 一开门 安田竟然回来了 这让两人都吃了一惊 安田很愧就当年草率的离开 但现在想来 这或许是最好的安排 他直言当年 即使带着阿信过来 也无法给他幸福 阿信不想谈论过去 他期望安田 能好好地对待家代小姐 他告诉了家代要结婚的事 也告诉了家代是多么爱他 阿信转身要去给家代打电话 安田叫了他说 别打了 家代回来 也不过是受苦罢了 我给不了他婚姻 阿信劝安田 女人对爱是执着的 为爱吃得哭 也是带甜的 安田告诉阿信 家和店直升家代继承了 留在那才是最好的 他求阿信不要告诉家代自己回来了 经过几年的运动 安田对自己的人生也得出了结论 他无法给任何人幸福 他的人生是属于农工运动的 他希望家代就此忘记自己 也希望阿信好好生活 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番交谈后 对于家代的未来 阿信有了决断 只是他很痛苦 家代没能和爱的人在一起 经过两天的思考 阿信也回九田了 见到病榻上的老太太 阿信更觉得家代应该留下 所以在家代问秦安田时 阿信撒谎了 他感觉自己太过残忍 在婚礼当天 阿信为家代输了头 看着家代眼含泪水 阿信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他祈求能让家代小姐幸福 结婚这天 老太太起不了身 没有参加 阿信守在榻前 老太太此时向他倾诉 家代也是可怜 可他命里就要继承家和店 只希望入门的女婿 是个好男人 阿信此日才知道 为了留住家代 选序比较匆忙 除了面上的门第学历 其他并没有深入了解 老太太最后说道 家和店现在的生意新龙 才是男人入赘的最大动力 这让阿信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 他害怕是自己亲手 将家代推向了深渊 婚礼结束后 阿信在后厨 遇到了同乡的阿列嫂 阿列嫂告诉阿信 你母亲收到你寄的那二十块钱 高兴不已 想着你终于出师挣钱了 你真是孝顺呀 阿信说 全靠妈妈护着我才能出来 要不早被父亲卖去不正经的地方了 阿列嫂此时说道 不过那钱全被你爸发现了 不但全抢走了 还逼着你妈说出钱的来历 这让阿信心里不是滋味 当即表示 要和阿列嫂一起回去一趟 阿列嫂要她千万别回去 才刚在东京有点眉目 这回去又会被你爸你哥吸上 即使你母亲也不会同意的 可阿信真的很心疼母亲 他要回去接妈妈一起走 就这样 阿信硬是回去了 这光鲜亮丽的打扮 让父亲差点没认出 等到进屋 得知女儿能挣钱了 父亲就提要求了 让阿信把家里的债还了 再帮忙给哥哥取房媳妇 阿信愣愣的看着 果真如外人所说 他这一回来 就会被父亲还有哥哥吸血 就这样 哥哥还满腹牢骚 只责阿信不顾家 就自己在这累死累活还受穷 哥哥把自己的无能 全归咎在别人身上 可他手里的酒 却一刻不放 母亲看不惯说道 阿信七岁就出门给家里挣钱 现在食酒了 你们还要挂他的油 这算是人吗 可父亲不管 咬着阿信是家里的孩子 就要帮忙负担 哥哥更是过分 对着母亲说道 难道光我养你这个老太婆 我受够了 父亲见儿子跑走 对着妻子就是一巴掌 骂他话都不会说 光吃闲饭 阿信心疼母亲 夜里告诉他 要带他一起走 可母亲死活不同意 说的理由是 家在这儿 自己一辈子就在这儿 其实他只是怕给阿信添麻烦 眼见19岁是嫁人的年纪 自己跟过去 且不说下退多少男人 阿信自己就不会再考虑结婚的事 母亲告诉阿信 不用担心 即使以后你哥结婚了 这是我家 他也不能把我咋样 看着母亲如此坚决 阿信不再强求 他终究是没读懂母亲的真心 回到屋里 他和父亲做了个交易 每月把所有挣的钱都寄回来 只求两人善待母亲 如此的付出 只换来一句 你懂事了 躺在床上的哥哥只是竖起耳朵听着 连其身表个态都没有 阿信回去后 立马投入工作 拼命挣钱 另一边 他的爱情也开始悄然发芽 一天早上 他按照家贷小姐的要求 去出租屋收拾行李 一进门 桌上一支钢笔 底下是安田写的便条 留给你做纪念 就在这时 两个便衣冲进来 是来抓安田的 扑了个空 就把阿信带走了 憋着阿信 交代安田和家贷的下落 阿信不想给新婚的家贷 带来麻烦 硬是不说 辞职女招待们 还在等阿信做头发 见人没来 然子就去了阿信的住所 到这儿得知 有便衣来搜查过 阿信被抓了 然子很有义气 想来想去 只有龙三少爷人脉广 然子立马去找了龙三 在龙三的运作下 阿信被放出来了 阿信十分感谢 龙三倒是谦虚 说自己没帮啥忙 都是然子他们跑的 这让阿信对龙三产生好感 第二天 带了礼物去龙三店里致谢 作为龙三的管家袁伯 很看不起阿信这样家庭的女人 谎称少爷不在家 阿信客气的放下礼物 让袁伯代为转交 正要出门 龙三从后面出来了 袁伯呵斥阿信快点走 阿信转身 龙三追了出去 非拉着阿信去咖啡店坐坐 龙三想合伙给阿信开个梳头店 阿信断然拒绝 一是不想用龙三的钱 二是他现在上门梳头没有投入 赚多少都是自己的 这让龙三觉得阿信与众不同 心里已经种下喜欢的种子 可阿信没有半点这个意思 他的心还在安田那里 直到几个月后 他在广场看见安田 和无数斗士在搞农工运动 他才深刻的感受到 这是个真正的男人 这个男人的一生 是属于农工运动的 是属于千千万万底层人民的 至此他对安田渐渐释怀了 振前成了阿信生活完完全全的主题 直到有一天 他又接到龙三的邀请 这一次是来给龙三的妈妈做头发 龙三的妈妈从老家左鹤来 一是看看三儿子搞得咋样 二是给他说了个姑娘 准备让他见见 龙三直接拒绝 说自己的婚事自己决定 恰好母亲远道而来 风尘仆仆要梳个头 龙三就趁此机会 让母亲见见自己心中的姑娘 阿信 这个农家女孩靠着梳头的手艺 一下就俘获了面前的富家太太 拿着镜子一个劲的叫好 等女孩走后 她还止不住的跨对方 懂事有礼貌 是个好姑娘 没想到儿子接上话茬说道 那我和这个姑娘结婚 富家太太一下就懵了 要和儿子掰扯掰扯 姑娘品心虽好 但只是个梳头的 配不上咱这高门大户 龙三说道 还啥高门大户 现在是新时代 都是老百姓 夫人一下就严厉起来 说别亲见自己 咱当年可是带刀的武士 她断然拒绝龙三娶阿信 管家袁伯也接着劝 天仓家的少爷 怎么能娶个梳头的 说出去 岂不让人笑话 第二天 袁伯跑到阿信那 出手就是两百元 快赶上普通人一年的工资了 他披头盖脸给阿信来了一顿 让他不要再纠缠龙三了 阿信一听就来气 我什么时候纠缠龙三了 他不要钱 让袁伯走 袁伯转下来 说实在不行 明天再添一摆 这让阿信更来气 把我当什么人了 他反过来给袁伯来了一顿 袁伯灰溜溜的回去 又被龙三少爷骂一顿 说这样肯定让人家看遍 简直坏事 袁伯黑黑一笑 那不更好 龙三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去找阿信道歉 阿信忙工作 一直将龙三晾到晚上七点 他认为龙三只是不想结婚 随口拿他当挡箭牌 训止龙三玩笑开得要有个度 龙三一直低着头 诚恳道歉 等阿信说完 他才抬起头 开始说自己对阿信的感情变化 他很佩服阿信的独立和坚韧 最后总结到 阿信就是他的意中人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 阿信心慌了 刚好服务员上菜 打断了他们 阿信赶忙往锅里下菜 龙三看到又是夸 说阿信贤惠 但吃到嘴里 龙三接着夸 厨艺真好 阿信被夸得不好意思 龙三再次发起攻击 求阿信和自己在一起吧 阿信说道 我们身份不同 你父母不会同意 另外我还要给家里挣钱 龙三则回答 我们在东京生活 不和父母住一起 我还可以帮你一起贴补家里 我不同意 阿信此时的拒绝 是下意识的不想因为自家的事 麻烦别人 在这他并没有对龙三产生那样的感情 龙三对要走的阿信说 那就看我以后的表现 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阿信回到家 看到一封信 父亲寄来的 简短的两句话 感谢这几个月寄来的钱 还完了欠账 你哥要盖房结婚 请继续寄钱 如此冰冷的言语 让阿信心里一阵酸楚 他都没考虑过自己的婚事 父亲却要钱操办哥哥的婚事 自己对父亲 对那个家到底算什么 阿信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 但他又必须挺起精神 继续挣钱 因为妈妈还在那个家 又是连着好几个月不间断的寄钱 稍微一晚 就会收到父亲催促的信 母亲实在看不下去 血信让阿信不要激了 家里将来拿不出他的嫁妆 让他自己背着点 这封信给了阿信一丝温暖 东去春来 阿信更加努力的挣钱 一次去做头发 结果做了一半 他晕倒了 女招待们只能找龙三帮忙 阿信被送去医院 因为缺乏营养 得了脚气病 不假改善的话 会危机生命 龙三一直陪在阿信身边 直到他醒来 一周的住院 龙三也守在身旁照顾 突然有一天 龙三的母亲冲了进来 让龙三和阿信断绝来往 否则龙三就要被赶出家门 龙三硬气的说道 我会和阿信结婚 我也尊重您的意思 离开田舱家 这话让阿信对龙三的好感又增加了 两天后他出院 龙三提前办好了出院手续 替他交了住院费 阿信当然不愿这样 因此把钱还给了龙三 这直接导致他没钱寄给家里 不出几天 父亲竟然直接找来了 刚好碰到前来看望阿信的龙三 看见龙三 左遭很不高兴 不管女儿的介绍 直接定信对方不是好人 然后转头就问阿信 为啥不寄钱了 女儿解释 前段时间生病了 父亲正遂三观的说 谁知道你真病假病 不能去挣钱 倒能和男人鬼混 没想到这么肮脏的话 竟出自父亲的口 阿信心里像刀割一般 可父亲还在毫无根据的给他泼脏水 说他只顾找男人 给他割盖房的大事都不管 男人早晚会甩了你 哪有你哥信的过 我是为你好 别和男人混 多挣钱 把房子给你哥盖起来 父亲毫不避讳的 用亲情绑架阿信 就是要将他榨干榨尽 阿信心里是无比的痛 他突然觉得 这段时间照顾他的龙三 是那样的温暖 那样的爱他 他还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阿信一瞬间决定了 他告诉父亲自己要结婚 这样左遭又惊又怒 当晚就要去找龙三谈谈 说来说去就是不同意 和对方大吵一下 拉着阿信便走 出门还在给阿信洗脑 我是为你好 你不用嫁人 凭手一自己过就行了 末了还不忘提醒阿信 先把老家的房子盖好 到时候你也好回去 阿信只想呵呵 他又怎会不明白 父亲只是怕他嫁了人 再也给家里挣不了钱了 第二天父亲就走了 龙三找到阿信 想问问是否真心要嫁给自己 阿信当然是真心 只是父亲给他的噩梦 还挥住不去 他原原本本地告诉龙三 他不想再被家里吸血了 他想和龙三军生活在一起 龙三的仗义大方 还有体贴 都让他觉得温暖 龙三此刻也表态了 说虽然会被赶住家门 会吃很多苦 但和你在一起 我无所畏惧 两人在没有家人的祝福 没有朋友的见证下 在小庙举行了婚礼 这一刻 阿信是无比幸福的 龙三也对未来充满希望 阿信直接搬到了 龙三的铺子一起住 管家袁伯想来都没拦住 阿信早有心理准备 也打定主意 要靠自己的行动 打动袁伯 每天早上 他早早起来做饭 其他各种烧水 打扫 阿信也都早袁伯一步 与此同时 阿信也不把袁伯当下人 而像亲人一样 要他一桌吃饭 不过此时 阿信还不能放下梳头的工作 他也和龙三约定了 要给家里寄钱 直到房子盖起来 到了晚饭时 袁伯见阿信没回来 开始劝龙三 这样只忙自己的 连晚饭都不做的妻子 怎么能算称职呢 龙三也只是笑笑 可没想等袁伯跑到厨房 发现阿信留的信 晚饭都准备好了 只需要袁伯按信上写的 热一热就行 这一下让袁伯觉得 果真是个厉害姑娘 夜里阿信回来 袁伯测试了 阿信算账计账的能力 阿信都完成得很好 第二天 袁伯就把店里的账本给阿信 让他理一理 这事被龙三知道 把他们俩人都骂了一顿 说女人怎么能管生意上的事 这一次他着重怪罪袁伯 想刁难阿信 此时的阿信并没有看出 这件事背后体现出的 龙三的大男子主义 阿信最终还是看了账本 一看就看出了问题 东西卖了不少 但超过半数都是蛇账 他去找袁伯 袁伯此日才说出 让他看账本的原因 就是希望阿信能劝劝少爷 做生意不要太仗义 该要的账就得要 但龙三根本不听 依然在赦账往外卖 又是一天阿信收工 袁伯一直等着他 说少爷就招待了个外国客户 对方想看看茶道 问阿信会不会 阿信还有点胆怯 袁伯一想也是 阿信再厉害 也不可能懂这种大小姐才会的东西 就要帮他拒绝 可阿信不干了 要去展示一番 这次茶道展示 让袁伯彻底服了 比他在老爷家建的还专业 没过多久 龙三的父亲来了 龙三知道肯定是袁伯透的消息 父亲是来拆散他和阿信的 他怒气冲冲的怼了父亲 骂了袁伯 说明天就离开这儿 和田舱家断绝关系 父亲喝住他 袁伯寄的信 可都是在夸阿信 田舱老爷和袁伯从小一起长大 信任有加 所以他看了信 就认可了这个儿媳 阿信很感激袁伯 袁伯倒觉得一只挑刺 很愧对阿信不停的求原谅 但阿信对袁伯只有感谢 这一晚阿信还展示了自己的厨艺 公共是各方各面 都对阿信很满意 还给了阿信见面礼 就在这时 一封挂号信送到 阿信的父亲病危 龙三拿给阿信一笔钱 让他带回去 这样就不用再花盖房子的钱了 阿信匆匆的赶回去 房子已经盖好了 此时哥哥带着媳妇下地回来 连句谢谢都没有 一开口就是粮食不够吃了 然后埋怨父母光吃饭不干活 随即两人禁止去了新房子 而父亲还躺在老房子 家里其他人都不敢说什么 阿信气不过 冲到新房 让哥哥把父亲搬到这儿 哥哥此时耍起无烂 说这房不是你盖的 是父亲盖的 你把钱给他 你问他要去 我吃这么多苦 得这个房子是应该的 静静至此 阿信还没有看明白 还在和哥哥谈孝心 谈义务 不出所料 啥结果都没有 他回到父亲身边 人之将死 才算无欲无求的公正一回 他对阿信说了句对不起 阿信瞬间就忘了之前 父亲带给他的所有委屈 他告诉父亲自己结婚了 父亲非要起身 何以被祝福阿信 左造说自己的任务结束了 还了债 盖了房 给儿子娶了媳妇 就在当晚 左造停止了呼吸 不知为何来 也不知为何去 但在几十年的生命中 却没有一刻停息 最终在总结人生意义的时候 只想到了房子和儿子 但儿子却因为怕花钱 连葬礼都草草了事 房子更是一天都没让住 这真的算是有意义吗 阿信在临走前 渴求母亲一起走 母亲拒绝了 嫁出去的人 她更不好跟着 阿信独自一人上路了 她先顺道去了九天 看望老太太和家带 得知阿信结婚了 老太太喜笑颜开 家带小姐也获得短暂欢愉 她不由得佩服 阿信一直在追逐自己的生活 反观自己 被困在不想要的生活中 不爱的人身边 家带再次问阿信 有没有安田的消息 安田是她离开这个家 唯一的勇气 她求阿信撒个谎也行 阿信再与众不同 也不敢打破世俗 让一个已婚女人抛家舍业 追求不被认可的幸福 她坚决地告诉家带 没有安田的消息 她把你忘了 她请家带振作起来 别任性了 你从不接受你丈夫 你丈夫怎么可能爱你呢 正说着 家带的丈夫回来 要商量个事 夫人本想把阿信介绍认识认识 没想到这个女婿 不必家丑地说道 自己在外面有孩子了 要生下来 家带跑了出去 这样的生活真是地狱 可为了顾全家贺店的脸面 她又无法离婚 阿信看到这一切 心如刀脚 却又无能为力 坐在回去的火车上 她无比庆幸遇到了龙三 心想着一定要和龙三好好生活 这次回来 阿信基本放弃了梳头 安信做起了龙三的闲内住 但很快她就发现问题 店里每月开支 比收入都多 袁伯也是唉声叹气 还是那个原因 少爷太仗义 奢销太多 阿信找龙三说了此事 龙三严肃地对她说 这是我的买卖 袁伯都不能说啥 你一个女人就更别多事 阿信真是又愁又急 没过几天 两人在朋友的张罗下 补办了婚礼 这晚师父也来了 还告诉阿信 他准备退休了 做传统发誓的人太少 徒弟们也都走完了 阿信觉得太可惜 劝他找个做西洋发誓的合伙座 师父怕找不着 也怕合不来 没那个心了 阿信说他去 师父拒绝了 都结婚了 哪还出来工作 这一晚大家玩得很开心 龙三大醉 就在快结束时 店里的伙计跑来 说出大事了 他们最大的客户 明天就要宣布破产 可货款还没给 见龙三一时半会儿醒不来 阿信决定自己处理这个事 他临危不乱地告诉伙计 今晚准备好车 明天一早就去客户呢 第二天一早 丈夫还大醉不醒 他带着人直接冲去了客户的店面 几句话就确认了客户 真的要在今天宣布破产 那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 拿出账门 既然付不了货款 只能把之前的货全拉回去 等到阿信回来卸货时 丈夫才醒来 从火箭的得知来龙去脉 龙三暴怒不已 一巴掌还不够 他大骂阿信丢了田舱家的人 宣执他不经过自己 私自做主 阿信说自己没有错 以前在佳科店做工时 老太太交过 遇到零售店倒闭时 要懂得抢先一步 能拿回一把米 也算减少损失 商人都会这样干 龙三觉得他是胡扯 他认为困难时 相互帮助才是商人的道德 见龙三是这样的想法 阿信说我懂了 我现在就把货送回去 并赔礼道歉 同时很抱歉 让你丢人了 阿信出去装车 龙三真认为自己做对了 念叨了女人就不该管生意上的事 可就在这时 一个同行匆匆跑来 也是那家店的供应商 止不住的夸阿信 真是有先见之明 把布料都拉回来了 他们就完了一步 那店门口人几人 被抢空了 龙三此时头脑发懵 货虽然拉回来了一部分 可他还给那家店投了钱 龙三跌跌撞撞的回到房间 这货现在送回去 也是被一抢而空 估计还被当成傻子 自然只能留下了 这件事给龙三打击很大 作为地主家的儿子 开店用的是家里的资金 投几年生意红火 是因为刚好碰上打仗 物资紧缺 这导致龙三几乎没受过什么挫折 更让他误以为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能力强 所以他无比自信 自己那套商业思想 直到现实给他上了一课 直接让他的自信跌落谷底 连续好多日子 都对生意不管不顾 家里生活开销都出现问题 阿信拿出公共给他的红包 让袁伯先救急 怕伤龙三的自尊 两人还约定保密 临近年关 书头店的小师妹阿绿突然找来 求阿信帮个忙 因为过年 店里这两天 书头都突然暴增 师父不好意思拒绝 都快累倒了 求阿信去帮帮忙 阿信真的龙三同意 才去了师父那儿 师父感动不已 家里剩龙三和袁伯 龙三向袁伯土露心声 就不该结婚 这还连累了阿信 真是对不起他 夜里阿信累得一下就睡着了 龙三悄悄地握着他的手 但他对阿信 很难说是爱情 倒更像是做丈夫的责任 几天后 书头的高峰过了 师父给了阿信一笔报酬 阿信本不想要 但师父是个讲规矩的人 做工就要给钱 另外阿信也真的缺这笔钱 最终还是收下了 回到家把钱拿出来 龙三还是改不了仗义的毛病 责怪阿信怎么能收钱呢 那可是你的恩师呀 阿信圆滑了 顺着龙三的话 说师父非要给 他那个人也是规矩大 不听不醒 随即把钱 就给了袁波补贴家用 龙三不改大男子主意 严厉地让阿信不要担心钱 这是男人的事 既是被骂 阿信也宽慰着龙三 现在店里生意不好 就是夫妻共度难关的时候 他想靠自己的乐观积极 来让龙三振作起来 但还是那句话 龙三对他的界定是妻子 而不是爱人 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共患难 龙三所有的作为 只是让自己像男人一样 担起丈夫的责任 而阿信只需要尽妻子的义务 少有越界 便会让他觉得 失了男人的脸面 竟然燃起怒火 这怎么能算爱呢 可阿信和龙三 把这当成了爱 第二天 龙三打起精神去揽生意 想担起做丈夫的责任 阿信则决定去书头店 和师父合伙经营 分担丈夫的责任 师父那边倒没什么 只是可怜阿信 竟这么快落到这个地步 回家阿信怕伤到龙三的自尊 只能一点点的试探 先说是师父的寝托 又说自己在家无聊 想干点活 龙三听出名堂 一跃而起 他还是不同意 去干活可以 就是不能挣钱 阿信说 袁伯说要关店回左鹤去 回去婆婆肯定反对我们的婚事 我们不是发誓要留在这儿吗 龙三确实答应阿信 要留在这儿 可凭他自己 已经快撑不住这个誓言了 他半推半就的 同意阿信出去干活 阿信每天依旧把饭给他们做好 然后自己才出门 龙三心里是无比的别扭 做生意还在看阿信的 一上来活先不干 先给店里写了几十张广告 在附近都贴上 很快大家都知道 这家老店也开始做西洋发型了 人渐渐多了起来 再加上手艺好 不出半月 已经忙不过来 客人都要排队等 这个发屋一下又和往日一样红火 只做传统发型的师傅 也开始做西洋发饰 还收了新的徒弟 一片欣欣向荣的模样 很快师傅给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他拿两成 阿信拿八成 阿信不收 毕竟是师傅的店 自己怎么能拿那么多 要五五开 师傅也讲了理由 很感谢阿信让自己又振作起来 改缺西洋发型也多亏了阿信 看着这店又热闹起来 师傅心里无比高兴 他并不在乎钱多钱少 而是被顾客认可 有新徒弟投奔他来 这种被需求的感觉 才是让他感到满足的 阿信回到家 就把工资给了袁伯 来维持家里的生计 袁伯眼泪都快掉下来 只当是借用 两人还是约定 不能让龙三知道 这边龙三也终于拉到生意 忙着给对方送货 可他还是老样子 并不着急要货款 他做生意 讲的是一个信任和仗义 袁伯劝他该谨慎一点 现在很少有人拿这么多货 龙三立马还不乐意了 信任都没有怎么做生意 可没想到仅仅一天的时间 他就为自己的冒失付出了代价 阿信回来看丈夫躺在床上 以为生病了 真要关心被一把推开 让他别烦自己 从袁伯那得知 今天要货的那个是骗子 把劈出去的货 转手提家卖了 少爷这次被打击的不轻 袁伯再次说 要观点回老家 阿信当然不同意 跑到房里宽为丈夫 不就是损失点货吗 又不是生命攸关的大事 咱能健康的坐在这 就比啥都强 说的虽然在理 可龙三刚振作起来的精神 还是被这件事打击没了 阿信为了让家里度过难关 更加卖力的工作 龙三则越来越消沉 夜夜大醉而归 女招待跟着上门要钱 袁伯一看 这一晚消费 顶阿信干半个月 阿信让袁伯赴吧 要不然龙三明天哪还有脸见人 龙三接二连三的如此 阿信一再的体谅 认为丈夫心中烦闷 排解排解也是应该的 还让袁伯也别说他 阿信把这当成是夫妻的相互理解 共抗艰难 包容龙三的任何放肆行为 最终弄到工资不够 要向师父借钱给龙三付账 师父忍不住都要说两句 这就是肉包子打狗 凡事都要适可而止 阿信还在替龙三解释 说受了这么大打击 他内心是痛苦的 想靠着喝酒逃避现实 我是能理解的 师父都替阿信不值 这一分一毛 阿信却说 我不考虑自己 我相信龙三会醒悟过来 可阿信还这么傻 师父不拐弯抹角了 像龙三这种少爷出身 一欲挫折就一蹶不振 包容是没有用的 你该果断点考虑离开他 阿信一言不发 最终师父还是给了他钱 像母亲一样嘱咐他 别太累 健康的身体才是你最后的本钱 在阿信苦苦借钱时 龙三左拥右抱 带着两个女招待 去了燃子他们的咖啡馆 进来就让随便喝 都算自己仗上 燃子看不过去 大骂龙三不是男人 拿着妻子拼命挣来的钱 花天酒地 他让龙三滚出去 男人的面子被撕得粉碎 龙三站起来还想打人 燃子更激动了 骂得更难听 龙三在外一直维持着 豪气公子的形象 当然没有动手 只能气呼呼地走了 可回到家 就对笑脸相应的阿信撒气 说到假惺惺 看似大方的拿钱供我用 其实是在挖库讽刺我 搞得好像你撑起了这个家 让我看起来更无能 袁博看不下去 说少爷过分 就是太太挣钱撑起这个家 龙三越说越气 最后提出离婚 整天看着阿信的脸 还不如饿死算了 袁博替龙三给阿信道歉 阿信一言不发 果真是自己错了 他默默地下了决心 还是听师父的离婚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出现孕吐 阿信多么渴望着的虚惊异常 但检查后 他真的怀上了 女人一个月挣58块一毛 是普通人两倍的工资 这让一毛不正的丈夫 心理不平衡了 大骂妻子让他丢尽了脸面 因为外面都说 他靠老婆养着 说到激动处 男人要休了妻子 一心复出 却是这个结果 阿信此刻也下定主意 离了算了 可老天就是爱开玩笑 正当阿信准备告别旧生活时 他突然发现 自己怀上了 此刻连师父都无力在劝他 或许这就是他的命 阿信思来想去 即使不离 也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过 他向师父提出辞职 既然丈夫嫌他养家丢人 那就让丈夫来养家 回到家 阿信就说了辞职的事 丈夫早已忘记 当初要留在东京奋斗的誓言 说既然辞了 那咱就回左鹤老家 阿信立马拒绝 回去婆婆根本不认他 他撂出自己怀孕的消息 让丈夫在东京找条出路 并说这才让他做丈夫 做父亲的责任 正让龙三无话可说 最注重男人脸面的他 当然不敢丢下这些责任 也离阿信事实展现 作为妻子的娇柔 告诉龙三 自己和孩子都靠他了 他希望以此换代龙三的振作 龙三确实开始跑生意 结果无不失败而归 渐渐的龙三又泄气了 家里一毛不住 每天还都有开销 账越欠越多 他想卖房子了 阿信笑着对他说 这算啥 吃的还是白米饭 你离穷还远着呢 龙三值得继续干 可几天后 家里连米都没有了 龙三翻箱倒柜 阿信告诉他 值钱的东西都当了 龙三此日才知道 什么是山穷水尽 阿信还是笑呵呵 他在让龙三明白 钱是多么重要 比面子 比仗义 更重要的多 龙三不顾风雨的冲了出去 师父刚好来看阿信 多少听闻了阿信的难处 师父是来给他送钱的 阿信一面感激 一面拒绝 他已经忍了两个月了 就是要穷到走投无路 让龙三知道知道这个滋味 师父对龙三是没有一点信心 他说道 不行的男人 总归是不行的 阿信打断师父 他希望龙三能撑过去 能成长起来 重塑自信 师父不再说话 他只觉得阿信太爱龙三了 他当年也有过这样的男人 他想用当年他的选择 为阿信指路 但阿信此时却坚持选了另一条 师父只希望阿信是对的 一直到深夜 龙三才回来 手里拿着一百元 他曾帮过老家一个店户的儿子 现在那人发达了 作为地主少爷的龙三 扯下脸向对方借了钱 这一点点改变 让阿信激动不已 一向好面子的龙三 竟然会向自家店户借钱 他终于知道 钱比面子重要了 夜里阿信继续给龙三鼓劲 龙三也说道 只要有你在 不管什么苦 我都愿意吃 很快龙三就发现 死抱着批发布料的声音 是不行了 要想着改行 他看小孩现在都开始穿夕阳校服了 童装似乎是个出路 但就是没本钱 阿信灵机一动 那么多库存布料 不都是钱吗 龙三咋会不知道 但就是卖不出去呀 龙三打了退堂股 准备去成衣店当伙计 先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但这已经勾起了阿信的兴趣 他夜里逛街时 发现夜市场人山人海 也有卖布料的 而且都是低端料子 这么一想 他家的高端料子到这儿 岂不成抢手货 但他知道丈夫肯定不同意 他插手生意 左思又想 在龙三开始上班后 阿信又把圆波支走 然后一个人带了一些料子 去市场上卖 他学着别人的模样叫卖 比店里的价低了四成 很快就有人围过来 生意正忘时 来了两个打手 把他的摊子掀了 这地方不许他摆 阿信脾气也上来了 凭啥你们说了算 他就要摆 争执中还和对方打了起来 但他哪打得过 辞职一个领头的过来 把两个打手喝住 虽然对阿信客气 但还是不让他在这儿摆 阿信倔劲上来 非要摆 那两个人又要上手 领头的拦住 再次劝阿信 别降了 他们都是粗人 再降下去 我也拦不住 阿信这才气呼呼的收拾东西 还扬扬要告对方 打手哈哈一笑 说他脑子有问题 回到家 看见阿信满身伤 龙三也顾不得责怪他了 问到底咋回事 突然发现卖部的钱袋落那儿了 这可亏大了 龙三从阿信的言语中得知 他去摆摊了 这他来气了 那地方你咋能去呢 那都是帮会的地盘 没被打死算好的 他去让阿信想开点 人家还让你把东西拉回来了 算好的了 可阿信还是心疼那点钱 一夜都没睡好 到了第二天 让人没想到的是 昨晚那个领头的老大 竟然找来了 这个黑老大一坐下 两个男人是力争道歉 弯腰鞠躬 可女人却不怕他 非要把昨天丢的钱要回来 巧了 黑老大就喜欢阿信这股泼辣劲 你是属什么的 是不是属牛的 更巧了 阿信还真是属牛的 最最巧的是 黑老大死去的妹妹也是属牛的 也有这股泼辣劲 顿时就怀念起来 这搞得阿信和龙三都懵了 黑老大也反应过来 忘了正事 把钱拿出来还给了阿信 阿信高兴不已 顿时消除了对黑老大的偏见 要留他喝两杯再走 更关键的是 想商量商量去他地盘摆摊的事 战缝龙三想拦 又不敢拦 在席上才知道 黑老大叫阿信 和阿信还是同乡 这个忙阿信帮定了 两人聊得不依乐乎 龙三一个人自争自饮 插不上话 席间来了兴致 阿信还要教阿信 他们这行的黑话 阿信学的是有模有样 可等阿信走了 龙三来脾气了 让阿信不要相信那种人的话 更不要去摆摊 自己现在做伙计 也能养一家 阿信说道 我总想咱们夫妻一起干 现在摆摊卖布料 就是为了将来咱一起经营个买卖 那样才算名副其实的夫妻 龙三还是不乐意 过了几天 阿建打电话通知 可以去摆地摊了 阿信信奋不已 下午拉着货就要出门 龙三依旧不相信阿建 认定了对方是想骗钱 那为什么 你在阿建面前 还点头哈腰的笑脸相迎呢 这一句话 让龙三感觉丢了面子 非不要阿信去摆摊了 阿信只能和龙三约定 就这一次 如果被骗 以后安安心心照顾家里 龙三也退一步 说让阿信去见识见识社会的险恶吧 不过很不幸 不如龙三所料 摆摊的过程中 阿建不但没做什么坏事 还带着人来帮忙 只用了十天 就把店里积压的布料全清空了 龙三又一次被证明错误 一股挫败感涌上心头 整夜都闷闷不乐 对于阿信提议的买缝纫机做铜装 也不至可否 阿信一个人推进着铜装事业 龙三心里虽不同意 但因为上次对摆摊的误判 他现在也不好意思叫停阿信 只是一个劲的拿自己的失败经历 来告诉阿信 生意不好做 说他是理想主义 幸亏阿信做事坚持 硬是买了缝纫机 还自己学会了 很快他就自己设计 自己做了一件出来 龙三回来看到 竟误以为是买的 在得知是阿信自己做的后 他凭着多年做布料生意的经验 立马算出了成本只要五元 这会儿他来兴趣了 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做 和阿信商量 设计四种样式 请人各做十件 挂出来卖卖试试 十天能卖完就还有的干 夫妻二人终于步调一致了 阿信连夜设计 第二天又买了两台缝纫机 并请了工人 第一批纸样都是请人做的 阿信跟着学 原本也没有闲着 领口袖口 他又手缝一遍 这样更惊细 很快新的童装店 终于开起来了 亲朋好友都来祝贺 第一天生意还算红火 但到了十天头上 并没有卖完 既然之前约定了十天 阿信就决定放弃了 可这回龙三不干了 中午来了两个男人 是大爷百货的采购经理 这是龙三上门推销的结果 两个人看了这些衣服 直接要定下全部 这会轮到阿信缺乏远见了 他认为自己的衣服 为啥要批给大爷百货呢 龙三告诉他 咱们并不是货不好 而是没有名气 人流量也少 但这些大爷百货都有 果真如龙三所说 他们的货一天就被抢光了 大爷百货第二天就来商量合作 要他们供货 龙三直接接下了订单 阿信觉得太貌视 他们只有两个工人干不完 可龙三只用了一天 就又买了三台缝纫机 还找了四个工人 把阿信的工位都顶替了 这让阿信越来越忧虑 感觉发展太快了 可很快证明 阿信的忧虑是多余的 龙三这一波的快速反应 确实抓住了商机 阿信也适时调整 设计了更多样式 工人也增加到了12个 订单依然坐不过来 稍有工人生病请假 阿信停着肚子也要顶上 这晚龙三醉醺醺的回来 又谈了一单生意 阿信让他别接了 坐不过来 龙三说 让工人业力加班感 阿信立马反对 姐姐就是工厂加班累坏身体 又得病才死的 他不要做那种不敬人情的事 他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两人为此爆发了争吵 阿信无奈的回屋 袁伯爷劝龙三 听听夫人的 一直都是你说了算 所以之前才会得意忘心 才会摔跤 生意好了 你想的都是给你母亲买东西 你想过给夫人买吗 给夫人的母亲买吗 你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一番教训 龙三听进去了 他向阿信赔礼道歉 不加班了 场也不扩大了 等有条件再说 阿信的付出 龙三终于是既看见又体谅了 这一次他也给阿信准备了个惊喜 偷偷接来了丈母娘阿腾 看见女儿家雇了一屋子的工人 老人吃惊不已 一个个鞠躬打招呼 他怎么都想不到 从小吃不饱饭的女儿 今天竟干着这么大的事业 女婿又这么体贴 不但往家里寄了路费 还亲自去车展街 晚上女婿龙三 安排了最好的料理店 吃着这么好的饭菜 老人竟觉得浪费了 转头和女儿阿信说起 小时候吃的萝卜饭 那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重量的吃不起米 只能把萝卜切碎煮煮吃 说着说着 母亲哭起来 谁能想到今天 能坐在这儿吃大鱼大肉 她感觉沾了女婿的光 更觉得阿信真是幸福 在这之后 阿信陪着母亲看了戏 逛了大商场 体验了一把城市生活 紧接着 阿信就生了 生了个儿子 取名阿雄 生意兴隆 家庭美满 二十三岁的阿信 真觉得自己活在秘里 夜里认识的亲朋好友 全来祝贺他 这些人是看着阿信一路走来的 席间不由得就说起往事 学徒时的刻苦 独立后的辛劳 结婚这两年的各种危机 阿信不但自己走过来了 还让龙三再次振作 龙三也是很感谢阿信的一路支持 看他们恩爱 师父觉得阿信当初选对了 是自己片面了 一桌子人笑意洋洋 只有母亲阿藤心疼不已 他曾以为女儿嫁到城里 一直幸福美满 没想到还经历这么多坎坷 不过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阿信让母亲别回老家了 回去哥哥也只把你当累赘 可阿藤不同意 不想给女儿添麻烦 更何况 女儿还没为婆婆接受 月子做完 阿藤还是要回去 龙三给了些钱 阿信准备了些礼物 让老人带回去 千万别亏待自己 这边阿藤刚走不久 龙三的父亲就来了 来看看孙子 龙三趁机想让父亲 劝劝母亲 接受阿信 阿信嫁进来 逢年过节 就给母亲哥哥寄东西 也算人之一尽了 田藏老爷并不是不想一家和睦 也不是说一不二的猪 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流淌 他们的婆媳关系 自主的缓和 阿信看出公共的难处 让龙三别说了 与此同时 阿信更看出这个婆婆的固执 他更确信 如果他们住一起 必将被无限刁难 随后田藏老爷跟着龙三 看了他的制衣场 十几个人的规模 在当时已经算不小了 龙三此时有个大胆的想法 要继续扩大生产 田藏老爷鼎力支持 他认为男人想干 就要干一个试试 否则会后悔一辈子 他决定给龙三支持一千块 龙三高兴不已 阿信得知这个消息 有些犯愁 借钱搞生意 他觉得冒险 龙三认为 现在大家刚开始接受洋装 市场前景很好 要抓住机会 龙三对未来充满希望 另外如此着急的扩大规模 他还想做给母亲看 让母亲知道 有阿信的支持 自己才能做起来 阿信听了这话 忧心和感动 起起涌来 他对公共也说了此事 公共和龙三的态度一样 做出个样 让他母亲看看 这样你们就可以风光的回家了 阿信无法再劝 新的一年 龙三立马开始筹备新厂的事 从父亲的拿了钱 还借了外债 把手头的也都用上 新厂要扩充到现在的三倍左右 在龙三忙碌时 夹带小姐突然来了 他是借口看阿信 才从家贺店出来了 但真正的目的是想见见安田 他听说安田已经回来了 还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 阿信劝他别做傻事 可夹带太爱安田了 又看到阿信如此幸福 他更后悔 当初没有坚持追爱 跑回了家 他第二天就给安田的办公室 打了电话 没过多久 安田就回话 要和他见面 夹带喜出望外的去了约见地点 但令他失望的是 安田只是为了向他道歉 道歉当年耽误了他 夹带想要的为爱而逃 自然被拒绝 安田还是那句话 他给不了任何人幸福 夹带回到阿信的住所 连着躺了两天 这期间 安田也来找了阿信 看见阿信很幸福 安田少感欣慰 至少他爱着的人还是幸福的 他祝福阿信继续幸福下去 另一边的夹带 在两天后终于起床了 安田不爱他 只爱阿信 他并不是埋怨阿信 只是他想开了 要回家和店 要生孩子 决定不能让奶奶的产业 最后被外人继承 看到夹带小姐这样 阿信也终于放心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都在走向正轨 龙三经历了几个月的忙碌 心肠终于快好了 他定在9月1日 举行落成仪式 阿信心里通通直跳 生怕有个万亿 终于两人挨到了9月1日 这将是本地最大的夕阳制衣场 夫妻俩要在新厂迎接前来祝贺的人 袁伯怕自己碍事 带着阿熊回了老店 到了中午 正当阿信和师傅 还有姐妹们说话时 突然天摇地动 当阿信缓过来时 才知道地震了 他和龙三着急的跑回老店 袁伯用自己的身体 护住了阿熊 可袁伯死了 龙三和阿信 要把他挖出来 此时有人来疏散 着火了 让他们赶紧逃 龙三只能拉着阿信先走 地震的直接损失 远没有后期的火灾损失档 由于木制建筑 火灾起乎把一切烧光了 包括龙三的工厂 龙三绝望了 愣了两天 他告诉阿信 回左鹤老家 阿信不同意 吃再多苦 他也要在这儿 他愿意和龙三从头再来 可龙三已经没有那个心气了 不管阿信回不回 他都要回 龙三对阿信的爱 直至今日还是单薄的 更多的只是基于丈夫身份 和男人脸面的责任 在生活一番风顺时 这种责任很容易承担 用金钱 用话语 用事业心 让妻子感到生活无忧 内心满足即可 这也是富裕者看起来矛盾更少 夫妻更和睦的原因 但当生活遇到真正的危机 无法再担起这些责任时 他也就不再顾及妻子的感受 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做出决定 矛盾也就起来 争吵也就变多 凭见夫妻也就摆施哀 龙三不顾阿信的反对 独自去联系回去的交通 此时母亲因为担心 他带小姐给的钱 阿信暂时给他们一家找了住处 当阿信告诉母亲 自己不会和龙三回左鹤时 直接换来一巴掌 母亲说是为了小外孙 但归根结底 还是陈旧的老四想作祟 认为一个女人成不了事 好赖得要跟着丈夫 这一巴掌 直接打掉了阿信几十年的人生 他听了母亲的劝 要跟着龙三回左鹤 他让师父们都别送 他怕自己会反悔 把他当妹妹的阿信 送了些路上用的 就这样 一切就这样 就这样过去吧 在阿信截止目前的人生中 所有外人对他的帮助 似乎都好过亲人对他的指点 此时的阿信 已经预想到回去的苦难 他告诉阿建 左鹤能种棉花 棉桃咧嘴时 可特别好看 希望我们再见时 我能给你一朵 就这样 阿信跟着龙三回了左鹤 婆婆对回来的儿子 还有小孙子 是笑脸相迎 一看到儿媳阿信 脸上也不是嫌弃 而是厌恶 原因只有一个 阿信是店户的女儿 配不上他地主的家庭 进到屋里 对于儿子的生意失败 惨难而归 婆婆毫无根据的说 是阿信怂恿 才导致现在的局面 儿子解释是自己想干 但运气不佳 婆婆又说 那也是阿信没能及时制止你 才会损失 正说反说 都是儿媳的错 接着连晚饭 都给阿信免了 说家里只剩一个人的饭 就只够儿子龙三尺 公公倒是可怜阿信 安慰了他几句 第二天早饭 婆婆心疼的让儿子多吃点 一会儿下地可累得很 麻利的就给儿子添饭 可当不让上桌的阿信 也准备成第二碗时 他阴阳怪气的问 你这么瘦 还要吃两碗 出来乍到 阿信不争辩 也不吃了 婆婆更有理了 说阿信也太娇贵了 一句话就瘦不了了 今后我还敢不敢说话 吃完饭 阿信和龙三就被安排开荒 恰好带他们的长工 是龙三小时候的玩伴耕造 还有他的媳妇佐和 直到他们今天要来 佐和特地编了个草框 来放阿信的孩子 背着干活可是辛苦 佐和的友善 让阿信被婆婆冰凉的心 感受到了一点温暖 这第一天的农活 龙三先顶不住了 再加上中屋只给了两个饭团 龙三更是觉得太欺负人了 这怎么能吃得饱 回到家 他唠叨了两句 母亲立马把他叫进屋 给了他几个年糕 悄悄地对他说 就在这吃完 龙三辞证还是向着阿信的 说要带回去一块吃 母亲可是最会拿捏龙三 说他不像男人 事事都向着老婆 所以阿信才这么没规矩 末了还说自己是为了阿信好 当田舱家的阿信 被惯坏了 受苦的还是他 龙三撇撇嘴 阿信当不当得好阿信 不是最重要的 但自己绝不能被说不像男人 就这样 年糕他一个人吃了 婆婆此刻又出门教育阿信 说当媳妇的 怎么能对丈夫诉苦说肚子饿呢 既是饿 也要笑着把吃的给丈夫 这才是媳妇的本分 阿信一脸木讷地看着婆婆 这顿没由来的教育 似乎也容易想明白 反正丈夫任何涉及她的行为 都会成为婆婆教育她的理由 甚至阿信给左河梳头 回到家也被婆婆训斥 说左河以前是异计 阿信和他来往 丢了田舱家的人 龙三来打圆场 说着输着玩 婆婆还是骂他 光会宠老婆 没一点男子气概 所以阿信才蹬鼻子上脸 龙三最怕被说不是男人 母亲这一说 他还真认为如此 也不帮枪了 婆婆继续数落阿信 现在全村都知道你是梳头的了 真是丢死人 阿信来了兴趣 这不刚好 就让我去梳头吧 比中地赚钱多了 婆婆被气走 阿信依然想去梳头 她和龙三商量 梳头这点零用钱也行样 在你们家 我昨天用肥皂洗尿布 嫂子都说婆婆给每个人订量了 不让多用 其他针线 各种日用品都是这样 龙三笑着说不可能 这种东西才几个钱 龙三是一点不知道这家女人的苦 她说明天 她去问母亲要钱 阿信赶紧制止说道 你去要 挨骂的是我 虽然如此 第二天龙三还是去问母亲要钱了 母亲本身要答应 一听阿信说买日用品 脸色直接变了 说我亲自去问问她要啥 龙三还叫好 说您去问 她肯定很高兴 龙三把这当成是婆婆对儿媳的体贴 结果就是阿信又被骂一顿 说她在丈夫面前嚼舌根 这下供你吃 供你穿 你也太不知足了 这阿信还敢要啥 说了句对不起 就出门了 婆婆又对着龙三一顿骂 还是那两句 不是男人 连老婆都管不住 出了门 阿信问龙三 不是不让你给婆婆说吗 龙三还来气了 说那你就别在我面前唠叨 搞得我两边挨骂 阿信也是一肚子委屈 来到地里 左赫和他说 都这样 每当我被婆婆刁难时 我就想 他儿子花大价钱 娶了我这么个人 他肯定生气 要我我也生气 所以我就忍下去了 听了这些 阿信心里好受一些 不再顾及婆婆 以及其他人的看法 该吃两碗就吃两碗 可没想到 婆婆不说她了 直接说龙三管不好媳妇 龙三觉得没面子 回来就让阿信在家住一点 不要老惹大家不高兴 阿信明白怎么回事 说无论如何 自己要先吃饱饭 他和龙三商量 要不出去 不待在家了 可经历了上次失败 龙三觉得 正再多都会一夜消失 只有土地是不会消失的 龙三要参加维肯队 就是大地主们投钱 队员负责维海造地 最终经过五至十年的改良 成为可耕种的熟地 再按二比一的比例 地主和队员分地 全家人都不赞同 但父亲赞同龙三 父亲便是投钱的地主之一 只是好几年了 一直没见回报 婆婆毫不避讳地和大儿子说 龙三就是因为娶了阿信 才脑子坏掉 要参加维肯队 等哪天地震或者海啸 维肯去也会一夜消失 阿信一听 晚上告诉龙三 维肯也不一定保险 他还是希望出去 他说在这儿 他永远无法得到婆婆的认可 可龙三不听 维肯是他的事业 他让阿信随和点 不要老和妈妈对着干 没想到龙三这么快 就认为是他的错了 阿信太伤心了 跑出了房间 这个儿媳出门透气 刚好碰到婆婆背着他 带着嫂子在家餐 他本不在意这些 可婆婆来劲了 说他一直盯着呢吧 狗一样 闻着味儿就来了 阿信尴尬不已 匆忙回屋 可依然听到婆婆在说他 活不干 吃到是鸡鸡 这些话像挣扎一样 阿信的内心苦痛无比 再加上丈夫也向着婆婆 阿信觉得 没必要再留在这儿了 在新年的这一天 他期盼的信终于到了 师父要在三月 重开书头店 阿信高兴不已 忍到三月 他就走 此时丈夫回到屋里 一进门就说阿信老掘这个嘴 妈妈又发牢骚了 让我也跟着挨骂 阿信说 我也不愿意这样 但妈妈不喜欢我 我还是老实点好 龙三又发火了 说别人讨厌你 你就该努力让别人喜欢呀 阿信说 自己已经不在乎了 龙三更生气 骂阿信脾气臭 才惹得大家不高兴 反正一切都是阿信的错 龙三已经彻底站在母亲那边了 阿信拉着他 求他和自己离开这儿吧 龙三一口回绝 他就要在这儿围肯 甩开阿信 龙三给父母说 再给我一间房 我不和阿信住了 阿信根本不理解我 光想着自己 父亲骂他傻瓜 夫妻怎么能分开住呢 母亲却火上浇油 说龙三总算看清阿信的真面目了 已经出家的妹妹 更是管得宽 劝龙三赶紧分手 母亲也接上话 一边挑阿信的礼 一边就给龙三参谋起别家的姑娘 龙三要真有这个魄力还好了 男人不行 总归是不行的 一是他对阿信还有点感情 二是现在抛弃阿信 他怕别人说闲话 丢面子 他回绝了母亲和妹妹 不过对婆婆来说 这是个好的开始 他立马去拿龙三的被褥 顺便再挖苦几句 让阿信心凉 最后抱着被子 还劝阿信该走就走 我绝不拦你 此时阿信反倒轻松了 既然丈夫都背弃自己了 那就没啥好留恋的了 他只等三月的到来 但在三月快来之时 发生了一件事 和阿信相熟的左河跳河了 阿信一边叫 一边把他晃醒 左河一直被婆家安排住在库房 根本不让进门 阿信猜也猜得到 最伤人的不是拳脚 而是无下线的骑士羞辱 以口舌为刀剑 不伤肌肤便刺破人心 都是苦命人 阿信决心带着左河一起走 他给左河讲了自己的计划 幻想着他们到了东京的自由自在 几天后 左河开始下地了 阿信给了左河几十块钱买车票 约定春分那天走 春分家里会来客人 不用干活 此时阿信突然出现呕吐 左河一眼看出 他这是怀上了 阿信极力否认 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 就算怀上也要走 他有能力养活两个孩子 终于等到春分这天 龙三的二哥回来 二哥是见过新时代的 对阿信态度还不错 本以为今天不干活 没想到婆婆 还是安排阿信去嫁豌豆腾 却把自己的女儿 犊子叫回了娘家 说在婆家 肯定被安排干这干那 二儿子说他区别对待 说自己是教育儿媳 犊子留婆家可是受虐待 要不然也不会现在都没怀上 犊子羞涩一笑 说怀上了 刚才的话题立马翻篇 都围着独自怀孩子的事高兴 此时大二媳 却被安排在厨房操持 三二媳阿信正准备下地 到了地里 他撂下猪肝 跑到和左赫约定的地点等着 可另一边的左赫 却叫来了龙三 告诉了阿信的计划 求龙三别让别人知道 偷偷把阿信追回来 阿信见左赫没来 还准备去找 刚好被龙三劫在半路 龙三抓着他 不让走 如果要走 也把孩子留下 说他一个人去东京 怎么照顾得了孩子 那就没什么好说 阿信要带着孩子走 龙三上手抢 一把推到阿信 阿信撞到石头上 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 他还挣扎着去东京 可右胳膊已经动不了 阿信太不甘心了 他可以接受失败 但他接受不了背叛 此时左赫也来了 龙三去找车 左赫看着阿信 他求阿信原谅 他也想走 只是看出阿信怀了孩子 这样去了东京 也干不了活 会更受苦 听到这话 阿信也不愿再多说 左赫的好心 不但耽误了自己 也耽误了他 龙三把他拉了回去 一家人都在聚餐 除了公公 没一个人起身看一眼 婆婆还不让找医生 说大过节的 让阿信拿点药给他 最后在部队学过医的二哥 给阿信做了消毒包扎 对于阿信受伤 龙三隐瞒了实情 说是不小心摔的 婆婆不信 又各种挑阿信的理 阿信由于高烧 躺了三天 婆婆逢人就说阿信的不是 光吃饭不干活 花钱吃药 照顾不了孩子 都是阿信的错 他还跑到阿信面前唠叨 把这些都说一遍 还要抛根究底 为啥受伤 阿信没说话 龙三把母亲吃走了 几天后 阿信能起床了 大嫂端来米粥咸菜 就这 婆婆还嫌弃阿信吃的多了 可另一遍 他却在催促怀疑的女儿多吃点 还要买鸡蛋买肉 让女儿回去带着 女儿和他一样抠门 说不能带回去 带回去就不是自己吃了 婆婆还有爷爷奶奶都会吃 多可惜 可他的右手还是不灵活 龙三让他多帮家里干干活 今天是妹妹独自系腰带的日子 其实也是阿信系腰带的日子 但他只能跟着在厨房帮忙 由于右手不灵活 被婆婆无限嫌弃 他啥也不会干 以前都是吹牛 这天他还摔了几个碗 阿信心慌了 不是怕被婆婆骂 而是自己的右手完了 以后还怎么梳头 他回了自己屋 龙三还催着他去帮忙 多表现表现 阿信无奈的出来 又被婆婆骂 又被赶回去 龙三也开始埋怨他 干啥都不小心 阿信说手不听使唤 龙三不信 说是脖子和肩膀受得伤 手怎么会有问题呢 他不停地唠叨阿信任性 阿信只能靠着一只手 强撑着干活 婆婆让他缝练 他更是干不了 婆婆追着龙三问 你不是说阿信家务活很厉害吗 这手好好的 拿不了针 这简直笑话 他在龙三这发牢骚 龙三转头就对着阿信出气 拿不了搞罢 龙三说他是不想干 阿信正的满头大汗 手还是使不上劲 这日子 阿信过得比以前还苦 左赫来道歉 外加还钱 阿信没要 他恨呀 日子一天天的过 左赫又来了 买了条腰带 让阿信系上 对孩子好 此时阿信的气渐渐消了 说了句谢谢 一天忙碌回到家 他又受到婆婆的刁难 说他手都好了 还只干半个人的活 龙三也不再帮他说话 最后公公看不过去 说要带阿信去城里检查检查 婆婆又嫌花钱 公公喝住他 第二天硬是带着阿信去了 回来后 这损伤 怕着很难恢复 公公可怜阿信 商量着让他回娘家休养休养 婆婆高兴了 让把孙子留下 把阿信赶走 儿子再去 可公公并不是这个意思 龙三别别妞妞 或许确实该让阿信回去休养 他正要给阿信说 却刚好看到阿信的腰带 龙三虽然高兴阿信怀上了 还是把回娘家的事告诉了他 阿信怎么会走 他不想让母亲看见他过得不好 此时阿信是最无助的 他哀求龙三让自己留下 龙三也觉得阿信可怜 就留下了 两人的感情再一点点恢复 因为有了身孕 龙三也终于挺起药杆护着阿信 对母亲的指责 也敢怼回去了 一天下地回来 婆婆怒气冲冲 阿信逃跑的事被发现了 是左河的婆婆来说的 阿信顾不得婆婆的训斥 立马跑去找左河 她怕左河出事 一出门碰见跟噪 原来就在昨晚 跟噪的妹妹想着左河有几件漂亮衣服 就想拿来穿 结果翻到了钱 婆婆外加小姑子 说她勾搭男人赚来的 将她打到墙角 跟噪也让她说明钱的来历 无奈左河说了实情 但左河也待不下去了 她连夜逃走了 说着说着 跟噪也明白了 逃走也好 跟着自己只能受苦 接着就轮到阿信被修理 这次幸好龙三站出来 替阿信挡住了母亲的暴风雨 并承认是自己导致阿信受伤的 怀孩子的事也不再隐瞒 阿信这才躲过一截 这期间 阿信一点都不觉得苦了 因为她感受到了龙三的爱 但婆婆很快就又找麻烦了 女儿和儿媳同时怀上孩子 可这个老太婆听到一种说法 一家如果同时有两个人生孩子 那必定有一个要夭折 于是她就让儿子 把儿媳赶到外面去生 儿子龙三当然不同意 阿信是我老婆 是咱家的儿媳 为啥要到外面生 老头也发火了 骂老太婆没事找事 女儿独自激动的说 那你是让我的孩子死吗 老头对着独自说 那既然如此 你都嫁出去了 你回你婆家生 没想到老太婆和女儿 反倒指责老头冷酷无情 口口声声说 生孩子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在自己家才放心呢 老头也不退让 不管你们在哪生 反正儿媳阿信 要在咱家生 这让老太婆很不高兴 对儿子说 你媳妇要在这生的话 我们可什么都不会管 龙三硬气的回答 不用你们管 我和阿信 一定度过这个难关 此时阿信还对此一无所知 但婆婆已经开始憋着坏了 连着三天 只对阿信甩脸子 不说一句话 一向景言盛行的大儿媳 都感到不寒而栗 对丈夫说 妈妈有点不对劲啊 和阿信三天不说话 丈夫让她别多管闲事 在这个家 就是不看 不说 不打听 既不要帮妈妈 也不要帮阿信 就在这时 老太婆来了 别多盖脸就是一顿 大心脏拖着丈夫 不用干活呀 正要转身走 突然想起米酒对孕妇好 让大儿媳去买点 回来给肚子喝 另一边的阿信 却还在地里干着活 吃着饭团 等到他们下午回来 刚好看到大嫂在井边亮的米酒 龙三还以为是给阿信准备的 可到吃饭时 妈妈发话 大家都别吃 肚子又生孕 米酒吃给她一个人 龙三坐在那 心里不是滋味 终于他们吃完 轮到媳妇们吃了 龙三对大嫂发了脾气 不能给阿信吃米酒吗 阿信怀着孩子还去干活 独自每天就在家玩 为啥区别对待 大嫂一言不发 妈妈叫住龙三 说独自和阿信不一样 独自嫁出去了 在咱家就是客人 当然要好好招待 紧接着就骂龙三不像男人 为了一碗米酒嚷嚷 这回龙三没被妈妈拿捏住 就是要争一争 此时老太婆 把那天的约定说了出来 阿信在这身 我们什么都不管 阿信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龙三也一时抬不起头 只有老太婆继续唠叨 你觉得不公平 就让阿信出去生涯 龙三一跃站起 阿信赶紧叫住他 龙三这才收住 跑了出去 这件事 大儿媳也可怜阿信 但他没办法 隔天他把阿信拉到一旁 讲了那个说法 劝阿信出去生 要不然肯定被婆婆毁了 十年来 他也是被婆婆刁难过来的 但这次婆婆对阿信 好像和以前都不一样 他劝阿信别硬扛了 婆婆让你吃不饱 使劲让你干活 再气你 这都影响孩子的发育 听了这些话 阿信心里闪过一丝害怕 但转眼一想 自己怀的也是田舱家的后代 另外母亲以前那么艰苦的条件 都生了他们六兄妹呢 阿信也就没当回事 晚上婆婆给阿信说了 让他上别家生孩子的事 地方都给他选好了 但阿信一听 只有他一个人去 丈夫和儿子都不去 阿信没有回答就走了 大嫂偷偷跑来劝他 这样最好 给你找的那家 受过田舱家的恩 你去那儿肯定受照顾 比在这受苦强样 可阿信很倔 他立马告诉婆婆 自己是田舱家的媳妇 就要在田舱家生 婆婆拿自己长辈的身份 来押阿信 做儿媳妇的不许违背 只能服从我 阿信当然不干 说自己认为不对的事 既是婆婆也不能强迫我做 这把老太婆惹恼了 当即表示不认这个儿媳 但阿信管不了那么多 现在他出了这里 无处可去 于是阿信开始拼命干活 至少要让其他人认可自己 一段时间后 家里算账 龙三想要个五十块钱 给阿信买点东西补补身子 妈妈当然是不同意 说阿信干活少有什么脸要钱 龙三说 阿信早就把受伤落下的货补上了 不比任何人干的少 可妈妈死活就是不给 最后爸爸给了钱 老太婆还要拦着丈夫 大儿子喝住他 作为田里的一把手 老大当然看到了阿信的拼命 认可了他 这样龙三也高兴不已 不出所料 第二天阿信就被婆婆教育 说他真不是好媳妇 就会和丈夫唠叨要钱 然后就赶着阿信下地插秧 这个婆婆把怀孕的三儿媳 赶去地里插秧 转头却把怀孕的女儿从婆家接回来 说是怕婆家也让女儿下地插秧 接着还命令大儿媳 煮点年糕小豆汤 给女儿独自补补 在吃年糕小豆汤时 老太婆告诉孙辈 千万别给别人说 咱吃年糕小豆汤了 这可不是谁都有 这小孩哪能守住秘密 老三和媳妇从地里回来 小侄女一吐露嘴 就说了吃小豆汤的事 还说独自姑姑 一个人就喝了三碗 龙三跑进屋里 替阿信问母亲要一碗年糕小豆汤 老太婆此时还在打马虎眼 说家里又没啥喜事 哪会做年糕小豆汤呀 龙三气愤的说 在家里不干活的人 喝三碗小豆汤 在地里拼命干活的人 连一碗都不给 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此时阿信刚好进来 赶紧拦住龙三 让他别说了 婆婆却又发火了 说你们本来就靠着我们 我怎么做 还要你管 龙三更气 我干活正吃的 反而成了依靠你们 阿信见情势不对 把龙三拉了出去 虽然他也觉得不公平 但龙三有这个 护着自己的心 阿信已经很满足了 他甚至一点不恨婆婆 因为结婚时 婆婆就无限反对 现在又跑了一起生活 婆婆不舒服 是正常的 他希望龙三 别再为自己和母亲生气了 他只求平静的 挨到生产的那一天 阿信的人让和拼命干活 受到了家里 其他所有人的认可 大哥夸他能吃苦 田里的活多亏他 公公看阿信精神不好 就让休息一天 刚好产朋友来看犊子 顺便给阿信也看看 婆婆却不同意 说哪有农家媳妇 看个产播要休息一天的 公公反驳他 那独自不是一天到晚闲逛吗 硬是让阿信休息一天 可公公刚走 婆婆就叫着龙三唠叨 说做媳妇 哪能光休息 我又不是没生过 搞得我虐待阿信一样 你爸一说让他休息 他还立马就答应了 你是个男人 好好管管自己媳妇 龙三默不作声 只能告诉阿信 忍忍吧 阿信这哪还休息得了 又下地干活了 吃不饱 活又重 一段时间后 阿信虚弱到不行 竟然连站的力气都没有 可婆婆看见他 还是不管不顾的骂他娇贵 龙三替阿信说两句 婆婆又说龙三太惯了媳妇 所以阿信才这么懒 农家媳妇哪个不下地干活 所有的话都让他说了 一刻不停地追着龙三挑阿信的力 可阿信坐在地上 是真的一点力气没有了 另一边的独子悠闲地躺着 老太婆关心地跑过去伺候 这晚大哥也看不下去了 提议让阿信休息 公公也是这个意思 还特地跑去给阿信说 可婆婆又拉着龙三唠叨 龙三实在听不下去 只能去给阿信说 再忍忍 第二天 阿信只能继续去干活 公公出来一看 把龙三骂了一顿 连自己的媳妇都不心疼 你怎么当丈夫的 然后又严厉地对阿信说 自己的身体 你自己也要爱护呀 最后跑到屋里 给妻子下命令 必须让阿信休息 阿信休息就休息了 可婆婆没有给他一个好脸 动不动还要撂两句话 什么光吃饭不干活 脸皮厚 装可怜 老太婆和女儿坐在那 是一刻不停地挑阿信的理 阿信也来气了 面条煮好 她也不吃了 老太婆刚好抓住把柄 逼着阿信吃完 这阿信还怎么休息得下去 第二天又跟着下地了 没过多久 快要生了 院里只能一个人 阿信被安排到了院外的仓房绳 大嫂实在看不下去 给阿信拿来了分娩是用的布 然后交代了几句 她也是这家的儿媳 当年也是一路吃苦吃过来 其他多的也帮不了 只能助阿信生个胖毛吧 这一点好心 阿信感激不已 很快生产的日子到了 龙三和阿信刚下地回来 大嫂就说肚子要生了 让龙三去接产婆 阿信一个人回到仓房 他此刻也出现阵痛 他自己垫上油纸 再铺好布 有了一胎的经验 他知道还要一阵才会生 就没立马叫龙三 另一边的肚子难产 老太婆把一切都怪罪给阿信 说肚子要有个三长两短 绝对要杀了阿信 老头还是民事力 让龙三去看看阿信 龙三说 阿信有时会来叫自己 他还是担心母亲牵挪阿信 想着等肚子顺利分娩 此时母亲着急忙慌地让请医生 龙三冒着大鱼跑了出去 老太婆心惊难战地替女儿祈祷 另一边的阿信 也到了分娩时刻 正要出门叫龙三 大鱼简摸了他的声音